各位現場的同學跟各位現場的來賓晚安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蕭產老師 因為等一下我們講座會即將開始 我們現在大概會有五分鐘到十分鐘的時間 我們先跟大家預告一下今天講座的形式 首先是因為今天唐正偉的演講都非常的互動 因為他希望跟大家有更多的了解跟互動 所以他的形式會非常的特別 那首先是大家可以開啟這個網頁 然後打509之後你們可以寫下任何你們想要問的問題 那等一下我們會根據暗戰術最高的問題 來,政委會一一跟大家有互動性的討論 OK,好嗎? 所以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現在的開啟網頁的形式 OK,我先跟大家說一下 那等一下我們會正式開始 就是說請大家,目前為止大家已經可以開始做這些事情了 好,我們現在正式開始了 我再跟大家微會一次 然後各位現場的同學跟還有現場的嘉賓們晚安 晚安 OK 好,我們先 然後 哇,這個很不一樣的那個 很不一樣的Style 我們現場有我們的林副校長還有我們的唐鳳唐正偉 我們的黃寬成老師林崇偉教授 還有很多現場的嘉賓都在現場這樣子 然後我們現場也有直播,直播了觀眾們 你們也可以透過這個網站開始詢問各式各樣的問題 因為今天是比較特別的場域 今天是由交大管理學院 還有由我們的產學運酬中心 以及核心基金會聯合舉辦的講座 那在講座開始之前 我們大概會有五到十分鐘的時間 請大家容許我們介紹一下我們各個講座單位 那也順便趁這個時間讓大家趕快 趕快有什麼問題也趕快趁這個時間 留一些空間給大家立刻可以問問題 所以我們在講座正式開始之前 我們現在先請我們今天講座其中一個主辦單位的黃寬成老師 產學運酬中心 因為這個講座是為了跨域宣傳 就是下學期有一個跨域學程 然後為了跨域學程 我們特別歐格蘭先生在講座 所以我們留幾分鐘的時間 讓大家了解一下跨域學程 那等一下講座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請其他嘉賓來支持 然後我們先留幾分鐘的時間 給黃寬成老師來講一下跨域學程的事情 我剛才反而是覺得不太合適 因為大家已經都開始PO問題了 那不過我剛才跟政務員聊 這個是the most beautiful part of the university 所以他也是喜歡這個形式 所以我們就這個繼續 那只是我今天有受到這個政務員的授權 可以做一點業配 就是可以做一點制度性行銷 那今天在各位在那邊 有收到那個我們有一個A4的責業 就是A4的紙張會宣傳學校的創新創業學程 那主要是學校創新創業學程 這個學期下個學期開始改成 是第二專長 就是教大把各個主修都把必修學分數降低 控出30學分可以讓同學有選第二專長 那這個創業管理會變成學校的一個第二專長 那我們現在正在進行招生 所以才會有那個東西 那我想我的開場就這樣一個簡單 讓他了解到有這樣一個背景就好 所以為什麼那個責業會放在那個地方 那其他的話我想我們就 大家可能迫不及待的信息這個程序 我就不要再多說 現在都屬於那個正在之前的那個 那個唐政委剛剛說 讓我們有一點驗屁的時間 他也可以趁機了解我們這樣 那接下來我覺得現在要正式進行講座 那在講座之前 我要先特別講一下說 因為我們這個講座 大家知道說我們邀請了蠻多 有理念的有願景的 無論是企業家或是那個政治家 或是說很多包括很多社會的創新者 都來過這個場越講堂 那在我們大家轉換一下心情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放大概一分鐘的 一分鐘的一個很簡單的理念片 讓大家轉換一下心情 然後我們就會開始正視我們今天的演講 那我們現在請佳慧鳳我們放一下 我們的一分鐘的過去來 拜訪過這個講堂的一些演講者這樣 三年會很遠 然後我們要洗一下 Energies 其實現在是我們鬆開的 我們要先去補充 你們要先去補充 他要先補充 他要先補充 其他人 沒有安全 我們要先補充 我們要先補充 那麼就補充 可以補充 那補充 上面 »,spit and zatev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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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暂时宣布我们今天的演讲正式开始 那很高兴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晚安拿到这边 大家晚安 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萧禅老师 那我们现场有我们的林一平副校长 有我们的唐凤 唐正伟 那还有我们的林崇伟老师 还有我们的黄宽腾老师 还有许许多多来自各个业界的嘉宾 还有很多的教大清大的教授 那这一场演讲讲座事实上 就如同刚刚的那个片子跟大家讲 我们是鼓励大家持续地冲到你心中的愿景 然后持续地活出最好的自己 那我们这场讲座我们是有很多单位共享盛举 包括一直在支持我们 包括这个现场的核心讲堂 一直在支持我们的核心基金会 他会把我们这场的讲座化为以后 日后化成片子 然后让更多人可以观看 然后包括我们的产学运筹中心的单位 还有我们的跨域学成 以及管理学院就是为我代表的所谓专门专注 邀请很多远景领导者来到现场的HC的讲座 那在讲座开始之前 我们先请我们的林一平副校长来跟大家说几句话 谢谢各位 其实我是代表校长 因为校长现在正在美国 我想其实唐翁政委大概不需要我来做介绍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蛮传奇的一个人物 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创业 很年轻的时候就退休 那我很羡慕 那现在在政府部门担任很重要的职务 各位知不知道政务委员在做什么事 有人在摇头 实际上是这样子 因为我在政府部门呆过 如果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有80%以上是属于某一个部门的业务的话 就会由那个部门来主导来进行 但是如果说有一些有重要的事情 每个部门都要做 没有人担任的话 那就需要有一个政务委员来协调 那我们唐翁 我们唐政务委员就在做这个工作 那我刚刚在吃饭的时候就特别问了一下 他的那个协调的方式 我今天就蛮佩服的 我看很多部会的部长不见得会听政委的话 因为大家都觉得独当一面嘛 但是我从这个唐政务的讲法 他有办法去引导那些部会 就朝着该走的路去走 这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一件事 然后他办到 所以我是非常的佩服 在部门 在政府部门待了将近两年半 两年六个月了 两年半 他的这个管理方法 我觉得是非常欣赏 觉得非常有效益的方式 所以这我就在想说 我就一直在 刚刚在走过来 我就在想说 还好 你没有上大学 要上大学的话 这些creativity 大概会被我们这些教授 全部都磨光了 好 我就不多说 我们热烈的欢迎 我们的唐奉政委 来给我们演讲 大家趁这个时间 我们再次说明一下 包括我们现场的朋友 跟那个线上 在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 请大家都可以 连到这个网页 还有就是 这是现场的WiFi帐号 还有密码 然后如果现场直播 那个直播的朋友 也可以 连到 等一下那个网页 稍微再秀一下 那个网页 这个 slido.com 然后 大家可以直接进入 党号码之后 开始输入大家科 是更要你们想 问的问题 然后等一下 那个唐立委会 按赞出最多的问题 可能会先回答 这样子 OK 是一场互动性非常高的 应该就是现场互动性很高的 讲座这样 而不是只是单向的演讲方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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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没有啊那个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程序的讨论 就是说我刚刚本来是说大家最高票的我就开始直接回答 不过我们刚刚这边好像有一个程序动议说 会邀现场的三位志愿者 现场的几个朋友上来之后担任panelist的这个角色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回答之后三位有任何人不满意的话 我们就直接进行当场巡答 这是我第一次试这样子的moment 我觉得非常的新鲜 所以哪一位愿意自高奋勇的话就直接上来 然后那如果在你听到我讲到中间才觉得说 这个回答实在太难了 那个我想要当面的跟唐红对峙 那这样子你在中间任何时候上来也是OK的 那上来之后如果觉得说就是讨论到了一个段落 那想回座那你就自由回座是不是 我们本来的用意就是说 其实是很想要邀请现场的观众朋友也上来跟唐红做一些聊天就对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预计说 除了问题除了来自于这个虚拟空间之外 我相信在实体的空间很多人一定很希望说跟唐红之间有一些交流 所以其实我们这边有一位置我们邀请唐红 一个虚位以待的这个概念 所以我要坐过去是不是 你本来想法 好啊那我就坐过去 那有另外两位就看哪一位 可是这个VGA够长吗 对啊它好像有一个长度的一个问题 所以不如就是你把那个椅子稍微搬过来一点点 再把椅子过来 对 就是我们的 就是椅子稍微过来一点点 然后你保持一个可以看得到投影 然后又看得到椅子的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 我们就再把椅子再搬过来一点 那我在想说现场的话 现场其实你们已经可以开始 讲了就是了 已经可以开始回答这个问题了 因为我们这个是留给 我们特别保留给现场的朋友 可以跟唐红做一些 是 非常好 非常好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就不让大家再等了 我们今天的时间结构表定 其实是到八点半 对不对 那八点半以前 我就尽可能按照大家的顺序 然后我会尽可能让现场的朋友 也有机会来互动 然后我们到八点半以前 如果提早上面都没有问题了 我们就提早结束 不过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那所以如果到八点半为止 在上面的题目没有办法完全回答完 那我就先跟大家指引 因为每次都是时间是有限的 而且我一面回答一面会跑出来 OK 有57位朋友们想要知道 说我怎么看台大校长的林选 我想是这样 就是说第一个 我从来没有读过大学 实际上连高中都没有读过 所以我都对于这个大学的里面的包含 最近大家因为这些新闻事件 所以忽然之间都相当熟悉了的 这个行政程序法 公法 这个大学自治的这个条例啊等等 我真的是一无所心 所以说我目前感觉上 就完全从外面看起来 它其实像是一个机会了 让大家去把之前 吸烟而不查的一些做事的方法 然后能够进行讨论 那这个讨论的过程里面 当然我们会看到说 有一些朋友们觉得很 心里也许不舒服 觉得说好像是程序到了一半 然后才程序被质疑 或者是说 也有另外一些朋友 觉得不舒服 说程序到一半 明明有问题的 这个到一半才发现说有问题 但是不管是哪一方的想法 我想这都是 从下一次的角度来看 都可以让下一次变得更 更没有问题 那所以就是我们很感谢台大 帮助其他的大学 厘清这个程序嘛 对不对 因为我真的不是利益关系人嘛 所以我从外面看起来 事实上目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是觉得说 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我们了解到说 有很多的动员啊 朋友们很多的情绪啊之类 但是我自己比较care的是说 我们有没有可能从这个之后 去整理出一个 让各方都觉得 比较没有问题的一个程序来 那如果有的话 那这个就没有 就是白费这个社会 投入那么多的 注意力跟精神 那如果没有办法收敛 或没有办法聚焦的话 那当然就是 社会会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就更对立 我想对任何程序上面 大概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回答 只是说 如果你要问我 很细节的东西的话 我其实最近两三个礼拜 都在弄那个 报税软体的那个案子 所以其实我也没有时间 去看非常细节的东西 所以大概只能 只能回答到这样子 有三十八位朋友们问我说 当政委最想完成的事情 其实我们这个 在行政院里面 我自己负责的这个 PIM叫做 行政院公共数位创新空间 那这个创新空间 它其实是 政委办公室 但是又同时 有各部会自己 自愿被借掉来 这边的朋友们 一起来 在共享胜局 所以目前大概有20位 左右的Fortime 然后有35位的 大专的见习生 那所以其实算是一个 蛮大的一个政委办公室 但是我的这个 领导的方式是 我绝对不下任何命令 我才是任何人在我们这边 就自己找事情做 然后他要说服 旁边的同事 他才能去挖坑 然后才能一起去填坑 那这个概念 其实是非常 所谓的Leaderless的Innovation 那其实是我以前在业界 最常使用的一个方法 我的功能只是确保 有这个空间 然后大家在里面 有各种创意 我帮大家吸收风险 那在过程里面 大家慢慢累积出 一些共同的价值来 所以Leaderless 现在有一些 想要完成的事情 但是这并不是 我指派大家的 而是在这一年半以来 大家慢慢凝聚成的 一些想法 那所以这个是 我们共事营里面 我们整理出来 我们的五个 算是核心价值 那这五个核心价值 外面有一圈 就是这些是why嘛 外面是how 那在外面那些绿色的 就是大家看到 暴水栏体这些的那些what what当然是我们 协助各部分产出的东西 但是我们 为什么要做一些事 我们为什么不做 另外一些事 这个是靠我们中间的 这些core value来inform的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说PITIS的核心价值 其实最里面 最主动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想要把 政府跟民间的互信 能够建立起来 那这件事情 其实是因应一个 国际上的趋势 叫做民主退潮 就是democratic recession 那简单来讲 就是说越民主的国家 言论自由越多的国家 集会游行自由越多的国家 大家目前的状况 就是越不信任政府 这个是局势接染的一个情况 那原因就是说 因为有言论自由 有网络自由的国家 大家透过社群媒体 大家透过各种 就是web 2.0 等等的方式 大家自己集结起来的能量 以及那个距离 早就已经变成是说 好像非常非常密不可分的 那个感觉 一个关键字 就可以5万人上街头 所以这个时候 传统上人跟政府中间的 那个距离 虽然没有变远 但是感觉像相对上来讲 变得很远 然后觉得说 为什么这个没有办法 及时的反应 为什么没有办法听懂 人民想说的话 那这件事情 其实没有别的办法 就是要靠公部门 靠过所谓的数位转型 也运用相同的方式 然后来凝聚我们公共门 自己里面 很像沟通的能力 以及直接跟stakeholder 跟各个民间利益相关法 共通的能力 那这件事情 我们的目的就是说 我们重建这个互信 那这个互信并不是微信 不是说 就是非得相信 不可能是别的政权做的事情 我们这个东西是诚信 就是所谓的说到做到 那如果没有做到的话 至少要一个交代 那给出一个交代 的这件事情 就是accountability 那这个是我们的 核心的一个价值 那当然在这个中间 其实也不是都是政府在做 我们往左边 就是social innovation这边 我们会希望说 很多事情 大家以前要等着政府做的 但是因为有这些 组织起来的方法 所以民间自己 就可以把它解决了 结合公民社会的力量 结合一些四部门的力量 甚至有同事是公民社会 跟四部门 叫做社会企业的力量 那很多本来要政府做的事情 其实民间就已经 可以把它做得很好 那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会希望让各方 更清楚彼此的立场跟感受 然后透过多元对话 等等这些方式 来培养你公民社会 反过来讲 我们会希望公务员 听到这个公民的参与 或者听到这个 co-creation 大家一起创作 大家不要觉得是 红水猛色 不要觉得是 一定要加班加到半夜 不要觉得说 一定是明天就会被 审计部 或者是被什么监察院 或者是这个 政风单位约谈 就是说 不要有我们所谓的 fear uncertainty and doubt 就是说恐惧啊 不安啊 这个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去让公务员 在执行这些事情的时候 它可以 风险是我们能够吸收的 然后呢 让它能够更省力 所以这部分 也是我们的一个 核心的价值 所以我想这些事情 加在一起 就是说建立互信 往公务员这边 让大家更轻松 往公民社会呢 让大家更有参与的能力 那这个是我们目前批理 大家都很想要做的事情 那从我的角度来看 只要我的同事高兴 我就高兴 所以我最想做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去确立 说大家有这个 共同的价值 而且想出来的解决方法 是能够照顾到 所有人的解决方法 他不会是牺牲 某一边去达成另外一边 那像这样子的事情 是我目前的 主要的这个工作 那我们现在来举一些例子 有三三位朋友们 想要知道说 创新创业的契机 跟实践的方法 那因为我在行券里面 主要负责的是 所谓的social innovation 就这边写的是社会创新 social innovation的意思 就是说 有些社会上共同的问题 我们透过一些创新的 一些技术 一些想法 一些设计 然后去改变社会上 大家一些 闲而不察的一些社会关系 然后从这个方面 来解决社会问题 所以跟产业创新 不太一样的是 它主要是为了 整个社会的公益 那但是同一个创新 同一个技术 它可以同时是 产业创新跟社会创新 所以我们举实际的例子来讲 就是说 本来大家觉得说 政府可能有点像 中间那一个绳子 然后就在 另一关西方中间 一方面要把它组织起来 二方面又要找到一个平衡 但是就像我刚刚讲 随着双方各自组织的能力 变强了 我们现在的模型 是说我们在中间 变成是我们怎么样去 整合大家的想法 然后找寻到一些共识 在这个共同价值里面 我们找到一些 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 其实以前用这种方式 在运作的组织 从政府在做以前 二十年以前 就已经有很多 我们现在会叫做社会企业 当年都不叫社会企业 因为还没有这个字 的组织是这样子做 不管透过合作社 透过NPO 或者透过公司的方法 大概都是要同时调和 社会上这些力量 然后去建立这个价值 那不过因为朋友 我们问到是创新创业 所以我现在就去一个 比较最近的例子 有一群人叫做 点点善 点点善就是一点点做善事的意思 那他们的创新的模式 非常简单 就是他们系统性 去找社会上面 目前被看作弱势的人 然后试着透过一些创新的方法 把它翻转成优势的人 像社会上有所谓的喜憨尔 其实喜憨尔三个字 就已经是社会创新 因为本来是叫做 可能唐诗证 或叫做智障 那光是把它叫做喜憨尔 这就已经是一个社会创新 那点点善就是跟喜憨尔合作 然后让喜憨尔去画画 然后去雕塑 去做出各种 这个visual的这些东西来 那其实这样子的东西 它本身有相当好的设计价值 而且是我们就是其他人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去创作的 又或像说他们也会跟盲人合作 像有另外一家社会企业 叫做黑暗对话 黑暗对话就是说 把大家聚在一起 在一个地下室 把灯全部关掉 然后开共试营 然后开一些工作坊 但是很有资讯引导大家的人 都是盲人 那反而我们明眼人 在这种情况下会手足无措 然后会很容易敞开心房 然后去达到这个 非常有感的共试营 而且共试营结束之后 你对盲人的看法就改变 反而说在他们的棋地里面 他们才是优势物种 那我们反而是要被引导的 所以这次DNA3 就是把它的focus 放在接卖者上面 那接卖者大家可能有碰过 就是有时候是一些身体上面 有些障碍的一些朋友们 是坐轮椅 然后可能有卫生纸 或者是有口香糖等等 这个的贩售 那如果是从一个 服务设计 service design的角度来看 接卖者目前有三个困难 一个是说 很少人知道 他们的business model 到底是什么 所以买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有疑虑的 那第二个是说 他们的那个CRM的系统 通常做的并不是非常好 所以就是说 你每次互动 可能都是说 先生小姐行行好 那你第二次第三次 他跟你之间 不会有更进一步 更深度的交流 所以他就很难有这个retainment 那第三个是说 他的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可能也没有非常好 就是说 在商品上面 这个卫生纸业好 和香港也好 比起旁边的便利商店 可能都不会比较便宜 所以你一次动了 攝影执行买的时候 第二次第三次 其实没有去回头 这个采购的这个需求 那所以点眼上做的事情 就是说 不是他自己去解决 这个结构性的问题 而是他结合所有的 目前社会企业 就是用商业模式 来进行社会创新的 这些朋友 好比像说 一个叫人身百味 是专门去训练这些 就是不管是 接迈者 一些无家者等等 是用很professional的方式 去跟人之间互动 这种职能训练的社会企业 或像台湾 有很多做辅具 很棒的社会企业 能够把轮椅改装成 一个很漂亮的 一个mobile station 然后还有一个荧幕 可以播广告下雨了 还可以折下来 变成顶盖等等 然后他又会去 好比像说六月的时候 跟台北市政府去合作 然后某一个市政府 他正在推 好比像公平贸易 那这样他就去帮他 找到supply chain里面 公平贸易的咖啡啊 茶啊这些东西 让他批的这些商品 更有价值 但是呢 我觉得在这里面 我比较能够把它叫做 创新的一个点 是说 当他有这个concept的时候 他不是马上去roll 他是透过一个 群众募资的方式 直接让大家对这个idea 能够集思广益 所以他们要目发十万 然后当然一下就破百万 在大家出了一点点钱之后 大家就会像 他魔力嫌疾里面 七强那个故事一样 好像觉得说 我也变成stateholder 我既然出了一点点钱 那我也来提一些意见吧 所以网友就提了很多意见 像说没有WiFi的时候 那这个车子 它可以当WiFi的Hospital 又或者是像说 你的手机没电了 那它可以闪电快充 快充的过程里面 它又充一杯 这个咖啡或茶给你喝等等 那又或者说 它可以变成社区里面 爱心伞的集散地 因为它前面那个植物柜 其实是可以放折叠伞 后面也可以挂雨伞的 所以它可以变成社区的 一个会面的点等等 整个这个概念就是说 所谓的social innovation 它不是靠单一的一个 stateholder去做全部的事情 它是透过这种实际访查 然后实际用服务设计的角度去看 它每一个 touch point 能够引入哪些力量 然后让它变得更好 然后到后来你就会发现说 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不是只是接受服务 而是变成能够在城市里面 主动提供服务的一个 新的这个service provider 那这个时候 我们在上面可以搭载各种东西 像好比像说经济部 现在很希望行动支付 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能够有更多行动支付的 touch point等等 这个时候就不是说由上而下 好像因为一个政策 所以非得做什么不可 而是说实际厉害关系人的需求 可以透过挂各种各样的东西 上去来加以满足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创新创业方式 是我们目前看到 就是所谓的社会创新 比较work的一个情况 那提供让陌生人 能够提供idea 透过群众募资 或者是群众这个吉利 就是中包的方式 来做它的mission 那这件事情 其实是我们目前看到 跟20年前最大的一个不同 就是透过网际网路 你可以去 就是汇集大家的这个意见 而且并且有一些 中包的平台 能够把里面有道理的意见 留下来 然后你不会需要花很多时间 去处理noise 而是说能够跟整个社会 去处理signal 有29位朋友问说 在改善缴税机制里面 碰到最深刻的问题是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问题 缴税机制其实是我们在 让公务员流程更轻松 建立互信 推广数位服务的价值 这里面大概都有的一个概念 但是它最重要的其实是 所谓让公务员勇于创新 不怕失败 那这个呢 我们就来看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只有一个 公民连署的一个平台 任何人5000人来连署的时候 就可以让部位出来给一个交代 那在去年的5月1号 有一位卓志愿同学 在上面提了一个公民的连署案 那这个连署案其实 严格来讲 它甚至不能叫做提点子 因为它的点子就叫 报水软体难用到爆炸 它比较是一个现况的说明 好像不能说是一个点子 但是呢 它的那个主文的部分呢 也不是一个具体的点子 而是充满了一些负能量 我就不贴上来了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因为去年5月1号的时候 Mac跟Linux的使用者都发现说 本来国税局提供的那个报水系统 因为是用一个Java Applet 这样一个技术开发 而这个技术的厂商叫做Oracle 把这个技术弃用了 所以就是说 大家光是要灌Java 光是要把安全性什么关掉之类 大部分人都需要40分钟以上 某一位王国昌委员 据说花了四个小时 所以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他们就觉得说 这个这实在不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概念 那所以当他在联署平台上提出来之后 马上就有高达八成多的朋友们 在底下不断的留言 都充满了激烈的负能量 那只有大概一成多的朋友们 在那边留言 弱弱的说 我用Windows还蛮顺的 那没有人理他们 所以说这个网络上这个风向就是这样子的 那但是呢 我们的好处是说 我们在每一个部会都有一些叫做开放政府联络人的朋友 所谓的开放政府联络人是我们的一个行政院核定的一个要点 跟目前的国会联络人就是专门跟立委打交道 新闻联络人专门跟媒体打交道一样 开放政府联络人专门去跨部会 以及去跟民间去打交道 就是说对内它是部会之间整合 对外它是对像卓志愿这种的提案人 这个及时的去反映民情 所以像当时财政部的PO 就是他开放政府联络人是杨金亨 那他做的事情就是说 他立刻马上大概48小时之内 就直接在这个留言板上面 他提出了一个邀请 邀请所有骂的最凶的朋友说 大家能不能几月几号一起到行政院里 也到财政资讯中心来去开一个协作会议 大家一起来把今年的 就是从当时的角度来看 是明年的报税软件一起把它设计好 那大家所有的这个批评指教 都欢迎在那边提出 而且在网路上的留言 我们都会在当场这个实际的去focus 那很有意思就是说 这种所谓的会炒的朋友 这个不是有糖吃 是邀进厨房 那这一个邀请的动作 就马上扭转了网路上的风向 忽然之间八成的朋友都充满了正能量 提出来各种各样子 有constructive 就是有建设性的建议 只有一成多的在那边弱弱的说 这个官冒该死 财政部长下台 没有人理他们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只是这个邀请的动作 它一下就可以扭转 公部门跟民众中间的关系 因为这个时候 所有人的意见 它是会被带到 这个协作会议上面来的 那协作会议呢 我们是全程直播 而且我们是邀所有的 不管是blogger 或者是做IP的 或是像主持人本身 甚至是UX的设计师等等的朋友们实际进来 用贴边的方法把报税的这个流程 把它弄清楚 那我们对网友具体的承诺就是说 大家在留言的时候写什么字 我们就写什么字 我们绝对不会和谐大家的留言 所以有一个朋友说 自爆多 我们就会写自爆多 华丽到让人迷惘 就会说华丽到让人迷惘 甚至我们做服务设计 应该每一个站 每一个touch point 心情要越来越好 但是报税就有位朋友说 想到要报税心情就不好 所以就是说 我想大家如实的这个意见 我们从一开始收到宣导 通知准备等等 这每一个touch point 都很实际的把大家 觉得难用到爆炸部分 全部都贴上去 那贴上去之后 因为我们是礼拜五办协作会议 协作会议之后的礼拜一 我就会把大家收到这个公式 就是说真的应该重新 而且有这些要改的部分 拿到政务会议去跟院长 跟其他政务委员进行讨论 那当时院长林全老师就说 这看起来真的是需要重新 那不如就把这些 这个税胸的朋友都邀进来吧 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跟着国税局 一起去办四次的工作坊 那这四次的工作坊里面 每一个就是对于 刚刚的那个user journey里面的 每一个vertical 一起去做重新设计 然后让不管是财政部的人 官贸的人 或者是吵得最凶 右下角这些朋友 实际进来画草图 画那个线图 然后每一个部分 再去做user study 然后慢慢的 我们今年就变成 有一个Mac跟Linux跟平板 都能够用的报税系统 当然如果你是Windows的用户的话 你用Chrome或Firefox 模拟成Mac也是可以使用 那大家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发现说 我自己觉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大家本来觉得 就对厂商啊 官贸啊 左下角 或者是说对五区国税局 有非常多的成见 因为大家长期提出意见 基本上他们都觉得说 他们有他们的专业 然后没有一个有效的 把民间的专业 就是在服务设计上 在使用者体验上 跟他们的专业 就是说 好比像说 在后端的系统上面 这系统建置上等等 有一个对接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说 这个案子我们花的钱 事实上是付的 因为在某一次工作坊里面 有一个IT的专家来 然后他发现说 活税局目前是用采购定量的这个机房 然后定量的平宽 然后是一整年 就是在整个报税局里面 明明就是前几天会有spike 但是呢 他就要准备最多的那个基容 那所以他就说 那为什么不使用 这个就是所谓的云端服务 就是elastic computing的一个方法 那所以后来这一次的web板 就是去跟中华电信 去租了他们的 high net government region的一个cloud 所以就是说 以实际的连线数量 跟实际的连线频宽 跟CPU的使用来来付费 那基本上到5月3号以后 就不需要再付那么多钱了 他的那个同时开的 那个instance的负载 就可以因此而降低 所以他大幅地省下了 本来要付出去的那些电信 电路的费用 可以说是这个重新设计 是用节省的钱的一个零头 做出来的 所以从国税局的角度来看 他们在这样子参与的过程里面 首先没有什么风险 风险都是会吸收的 那另外呢 他有政治授权 因为院长有政治授权 而且他们还可以省钱 那而且呢 真正的这些contribution 基本上都是使用者提出来的 所以他们预先就知道 使用者不会抗议 所以从公务员的角度来看 这是后抗议 为什么不做 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我们只要把incentive 设计得好 其实从公务员的角度来看 他们是很愿意创新的 以前的问题是说 基层的人 他可能会因此要加班 中阶的人可能因此要增加风险 高阶的人可能会被黑掉 那这三个中间是不fungible 就是说你要想这三层中间 只要有一方有不利益 那整个公务体系 就会不愿意创新 但当你把它设计成 我们叫paratal improvement 就是说 至少对这三层都没有害 然后至少对其中一层有益处 那就发现说 大家都 非常愿意创新 而且不止愿意创新 大家都抢着去提出一些 成功率不高的事情 那因为这样子 他们就知道说 反正有人在那边吸收风险 所以这个时候 尤其是像今天的这种匿名提问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场合 就是说 你提出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 风险是我来吸收的 所以大家才比较愿意创新 提出一些跳出框框的一些问题 有34位朋友说 请问我如何看待大学教育 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是 我在14岁就从国中辍学 那当时因为 有一个很有趣的发明 叫做WiWeb 就是全球资讯网 那当时我发现说 在上面呢 我就要随便写一个email 给随便一位教授 他比方说当时 Douglas Hofstad 他正在研究AI 然后认知科学 然后我就说 这个我看你的论文 有什么问题 这类类 他就会就事论识地来回答我 那我觉得非常的新鲜 就是说我不用考到 他的那一所学校 我也不用有什么publish 我只要有个email账号 从他的角度来看 他也不知道我才14岁 他也不知道 我英文其实很烂 这个查了很久的字典 才写出那一封信 他就把我当作 另外一个researcher一样 就事论识地 在讲他的研究的agenda 然后来讲 我们有什么可以合作的地方 那我当时就是 跟我们的校长说 国中校长说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看到的这些research 离我们课本上面 国中课本 或甚至达传用书 大概有十年的差距 因为尖端的研究 到被证实 被学界主流接受 被课发会变成课纲 然后再被教科书上 写成课本 差不多十年就已经过去了 所以从我教度来看 我当然宁可接近 知识正在创作的那个地方 而不是说知识 最后被consume的这个地方 所以当时校长 也是非常的有益气的 一听懂就说 好那我就愿意帮你 去骗教育局 说你都有来 那因为当时还是 强迫入学条例 所以如果他不是 帮我cover的话 其实我没有办法 国二就在家自学 那当然后来台湾 有所谓的实验教育三法 所以后来在家自学 是完全是合法的 那这件事情就变成是说 我从我角度来看 从我辍学的那一刻开始 大学就变成我的resource 我当时我还记得说 我如果觉得需要 和平上说一些 认知科学方面的东西 当时刚好 好像正在有一位 兰庭教授 正在做认知科学 所谓的这个哲学 唯物主义等等的 这些研究 那我就直接去旁听他的课 那后来我自己去创业 创业两三年发现 我还是需要一些商管的 一些知识等等 那我就再回去管院 去听那方面的知识 所以从我角度来看 大学就是一个resource 然后在我自己做这些研究 以及做创业的过程里面 我随时觉得缺什么 那反正我也没有要学位 所以我就回去去那个community 里面一起讨论 那这个大学就不只是实体的大学 所有的线上的大学 像大概99年 2000年开始 MIT开始做open courseware 那或者是后来 维基百科 所谓发展教学 creative commons 这些东西出来之后 线上也有非常多的学习的团体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 大学它是一直是一个 就是终身学习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伴侣吧 这样就是说 中间只要需要 那我们就可以回到大学 这个环境里面来学习 那我也很高兴说 我们学位授予法 以及一些相关的法律 最近才刚送到立法院嘛 就是所谓的大学 可以念十年的那个 新的法律概念 就是说你不管是要学 第二个学士学位 或再去进修或怎么样 以前还是受到 那个学成的一个压缩 但现在你就可以好像 线上游戏的解锁一样 就是说你学某个学成 可能才一年两年 那学分慢慢累积 十年之内你累积完 还是有一个学位可以用 它也不一定要在单一的系里面 然后也不会变成人生规划 好像你非得走完这四年不可 你也可以18岁之后 先去创业个两三年 然后再回大学来 不过当然就是说 这个部分 即使我们法律都调整了 有很多社会文化上面的一些问题 比方说像18岁的朋友们 其实是目前最可怜的 因为就是刑法上或儿校保护法上 都已经成年了 要负担完全的责任 但是民法上还没有成年 所以说如果这两年 你真的要出去创业 很多事情还是要爸妈签字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 你要找一个跟别人不同的路 那这个时候 像长辈沟通的这件事情 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否则的话你就要跑去结婚 那样也算做成年的 但是这实在不是一个 非常scalable的一个solution 所以就是说当然一方面 我们在法律上 还是要慢慢地 让18岁成年这个概念 能够深入人心 但是二方面就是说 整个社会都要了解到说 其实这种就是 两年在外面两年回大学 两年在外面两年回大学 甚至一年甚至半年 在未来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反而是说在单一的地方 念个四年加两年加两年 这个是比较罕见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台湾的学制 从明年课刚上路开始 慢慢就会往这个方向调整 那调整得多快 就要看社会对这件事情的 这个接受的程度 有20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觉得台湾的科技产业 最欠缺什么 从单一个人跟人才素质的角度来看 我想这个题目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单一的产业来讲 不管我们科技是说 比较偏重user这边的 所谓的服务设计 甚至一些软体 或者是一些比较服务类的 然后跟台湾当然也很强的 就是制造业或者硬体类 或者是这些工业设计 那或者是中间的 这个光谱的任何一个地方 我觉得台湾都有相当多人在投入 而且也做得相当好 那之前我们从矽谷的角度来看 一直都觉得说 比较困难的就是说 很多题目是 一边的人会觉得自己很懂 然后另外一边的人都不懂 那反过来另外一边的题目就是说 这边的产业觉得很懂 然后这个年轻人都不懂 所以这个时代事件的对话 或者说跨产业的这个对话 就变得比较困难 就是要找很多这种两栖类的人 来中间去做协调 不过这个情况 我觉得现在都已经有所改观 就是说 不管是最近的一些发展 AI也好 AVR也好 或者这些题目也好 它都很像是说 没有哪一个Generation 或者哪一个产业特别懂的东西 它是整个系统都能够进来 一起去做创新的 那我举一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 就好像Pokemon Go 刚刚出来的时候 但是就是精灵宝可梦 一个AR应用 大家可以到处抓皮卡丘之类的 在当时呢 我们就看到在很多公园 或者是台电的便电厢旁边 就有很多这个 祖父祖母跟孙子孙女 然后一起这个组队 然后去抓Pokemon 然后你就看不太出来 是哪一边在带哪一边 因为对两边来讲 这都是全新的东西 两边都有很多 可以contribute的这个地方 甚至中间壮年的这一辈 如果有空的话 也可以开个车 然后一直时速30公里 就可以一直抓 所以就是说 每个Generation 每个Skillset 在这种全新的题目 它是系统为本位的 这个规划里面的时候 大家都有可以contribute的地方 就不会有好像我太懂 然后我就觉得有一个 专家的这种骄傲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目前看到的 Innovation System 大概都是由于一个新的技术 新的想法 新的process的出现 大家围着这个题目去看说 这个题目对社会 可以有什么样正向的帮助 那只要这个对社会 是有正向帮助 是有公共利益的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 很容易地结合各界的力量 那如果是像以前的那种 所谓的竞争力 能力取向 Cold Down的这种想法 那当然看起来 就会是很陌生的 因为在旧的那个所谓技能导向的教学系统里面 人事先分流 分流之后有专精 专精之后 就比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三名以后 会觉得自己是鲁蛇 什么之类的这种很奇怪的 我从来没有经验过 但据说了 就是很让人不舒服的这样一种情况 但是我们现在在 不管是国教还是高教 我们在强调的都是说 这是素养导向 就是说一个人重要的是说 他的自发的能力 跟不同的领域的人互动的能力 找到共同价值的 共好的能力 那这些素养就不是单一的技能 而说你怎么运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技能 那我们打一个比方 就是像我弟弟宗浩 他是做在家自学的家长的赔礼 他等于是教家长怎么教自己的小孩 那他就常常用一个比喻说 凡是要做自学的家长 他就会跟他说 好像大家这个在赛跑上面 这个在起跑线嘛 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这个明强准备起跑的时候 你只要转一个方向 然后开始跑 你就赢在起跑线上 而且你永远赢在起跑线上 因为别人都要跑别的方向 那你跑自己的方向 那所以这个概念 其实我们在未来 我们就发现说 各种领域之间互相交叉 整合 互相integrate 像刚刚回应实际的社会需求的时候 基本上不是只是一生一课表 事实上可能一生一学门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大家可以去综合彼此之间的力量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有无限多个industry 或者是说 至少有2000成本万个industry 那在这样子的角度来看 每一个人在自己 所定义的那个social purpose上面 他都是顶尖的人 很愿意没有人跟他比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这个角度 就比较能够促进 我们在好比像说AI 把很多很容易的东西 自动化的时候 大家不会过度去认同 自己很擅长某些 repetitive很容易的工作 做得比别人快一点点 那就是这种工具员的部分 当他被人行工具取代的时候 大家不会觉得太过失落 因为会觉得说 我们的有价值的部分 其实在我们的判断 我们的自己的这个生命经验 以及怎么跟别人的生命经验 这个加以融合 有位朋友很想写一些HTML 但是失败了 我们的这个资单做得还不错 好 OK 有30位朋友想要知道说 台湾人民现在普遍缺乏上也好 希望感想也好 质疑焦虑的氛围大过前进的动力 请问我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我想是这样子吧 就是说完全是看哪一些频道 就是说如果你收看的都是 就是某些特定的社交媒体的话 那当然很容易就会 你可以看到那个同温层里面 弥漫着一种这个 这种气氛 但是其实这件事情 它是一个自我正诚的一种预言 就是说我们从 一些线上的空间来看 其实像今天大家用了 slido的这个空间 或者我们在join平台上面 大家在联署的时候 大家提出意见 然后彼此upvote download的空间 或像我们polis 就是像Uber来台湾的时候 大家提出说 对于Uber有什么具体看法 然后大家的想法 可以变成K-means cluster的这个空间 我们现在在营造的这些空间 大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它不能够回应别人 如果你看到一个 你不满意的论点在slido上 你最好的做法 就是你提出一个更好的问题来 而不是说你把 想办法摧毁掉对方的可信度 我要讲的是说 线上空间 它跟线下空间不一样 是说它的物理规则 它是可以设计的 在线下空间长期下来 用纸本的这个出版 大家都已经养成有平衡报道 然后有什么就是编辑的那些功夫 但是在线上是完全没有这些东西的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如果你觉得充满负能量的话 那social media 它有办法让你找到 跟你一样充满负能量的朋友 然后大家就越来越觉得很厌世 但是反过来讲 我们也可以把线上空间设计成 只有提出大家能够接受的 consensus的东西才能够辅到上面 然后大家觉得就是来乱的来闹的 那就没有人投他票就好了 他就慢慢沉到墙面去了 像slido join或者polis 都是这样的空间 我们run这样的空间的时候就会发现说 在别的空间里面浪费掉大家的时间 摧毁彼此的可信度 充满负能量的这些 defensive statement 其实是极少数 那在我们这个就是consensus的空间里面 其实大家愿意花时间下去 然后提出让大家愿意 集思广益的问题的 其实是大多数 那光是这个图本身 我觉得就已经有一些 启发的一些作用 就是很多人都发现说 在网络上面 如果你空间设计的好的话 你可以focus在这边 而不是好像在这边 一定要相较一个高下 那到最后并不是最有道理的人 都是最有时间的人 而且所有其他人 都会感觉非常不好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透过线上空间设计 我们可以很有效地去把 这种负能量 拿来变成我们精进的一个地方 但是这当然都是很active的 就是这边的问题也是大家写的 提案也是大家自己提的 我们绝对不会是用很passive的方法 好像是去监控啊 分析啊 大家的身体们 我们是不做这件事情 我们是把它这个主动的力量 重新就是像刚刚讲的 不是互相拔合 而是变成在这个空间里面 能够彼此加乘的一个情况 有20 好来 你要不要上来 当然当然绝对是这样子的 绝对是这样子的 是 就是说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我在台北 就是有在空总有一个教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Social Innovation Lab 那它实体的位置是在 就是大安森林公园 然后走建国花石 然后到建国花石跟玉石的隔壁 就是空总的那个园区 那这个地方 它其实是一个co-creating的一个空间 就是当时完全是一片废墟的时候 然后我们要让 就是台湾做社会创新的人 有一个好像集体的 这个展示橱窗 然后又有一个大家可以meeting的一个实体的地方 而不是只是透过网路 像这位朋友问的 这个在上面的留言 所以当时呢 我们的做法就是 我们提供场地 我们提供经费 但是呢 我们不预先说 这个地方一定要怎么样 所以是有上百位朋友 实际在这边见面了五次 实际看着当时还是工地的一个地方 然后说这个地方怎么样 才能够反映我刚刚讲的那种 我们设计线上空间的 大家比较集思广益的这样一种方式 把它在线下空间加以realize By the way 像这样子的这个足球场 就是写汉而画的 就是说 其实你要我画 我还画不出这样 是蛮厉害的 所以当时大家就有一些principle 其中一个是说 这个空间每天要开到晚上11点 而不是像 这个政府经营的很多空间 八点就关门了 因为很多时候 真正好的讨论 是要到很晚才会做到的 另外一个就是要共同的厨房 甚至要resident的一个厨师 大家在一个 就是共享食物的一个氛围里面 才能够比较坦诚地 讲述自己想的事情 那另外一个大家的要求 就是我自己每个礼拜三 目前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 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任何人想要面对面 跟我见面的时候 他就只要来就可以了 那当然我有一些要求 比如说我们讨论的 transcript 逐字稿 在编辑十天之后 会公开上网 让未来来找我的人 更知道我们的讨论什么 当然这个时候呢 很多朋友就会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能够来这边找我的 不管我来多少时间在这边 大概就是北部的朋友 跟李高铁站住的比较近的朋友 那在各个不同其他地方的朋友 不一定有能力去access 或者他即使有能力access 也不一定能够讲得那么清楚 所以在这个system开始运行之后 我们又有了大概五次不同的巡回 加到现在大概快二十次了 就是我自己在礼拜二的时候 会固定去行政院四个不同的地方的联合服务中心 那我在那边呢 我就是实际去接近像左上角这边 假设是花莲好了 花莲当地的情况 然后当地做社会创新的朋友 任何人都可以报名 然后来跟我讨论 但这个讨论呢 不只是我 好比像说台东大学的朋友 他们可以在那边 透过video conference的方式进来 又好比像说 我们每一次我寻回到这些不同地区 甚至是实际去原住民族的地区 这些rural area的时候 在台北所有相关部会 常常是二三个部会 大概二三十位不同的朋友 都会实际在空中 然后透过我的这个镜头 去连通到各个不同的 我去的那些地方 然后地方的人提的问题 在台北的这些重要的官员 他就要立刻去回答 那两个礼拜之后 同样的全部上网 每个字去管口 让下一个地方的人 能够作为依据 两个月之后 我回到同样的地方 现在绕我大概四圈了 两个月之前的问题 大概都要解决 不然就会 我也不知道会发生怎么样 因为目前都有解决了 那我的意思是说 整个目的就是说 确实就是要主动去打破同温层 这个同温层的问题 不只是说 像我在Facebook上面 把Facebook那一面墙 是整个取消掉的 我不会让演算法来决定 我要看到什么 而是任何人只要在他的TQ里面 提到唐众 我大概就会看到 或者是说 像这样子的方式 就任何人都可以 来面对面跟我讨论 当然Rent it 就是说这样子 还是不能够一次接触到全部的人 但是至少我们尽肯 能让这个时间的成本 是比较对称的 而不是只有 好比像说住的离行 正院比较近 离空中比较近 或者是特别会上网 特别能够使用文字表达 大家意见的人 才能够access到我的时间 这个当然还有很多 非常可以改进的 但是总之 这是目前我们 透过视讯 透过宽屏 等等这种方式 来试着做的一种 政策形成过程 当然我一面在这样子 社会创新的tour 像院长 以及很多内阁的朋友们 正在对产业创新 做一个一样的 这个巡回的状况 所以我们目前 真的是一个 行动行政院的一个情况 那我也觉得说 这是一个 也是我们公部门的 一个innovation 就是说以前都要 层层中间隔三四层 然后都是透过 很抽象的方法 来了解地方的需要 那但是我们现在 尽可能就是到第一线去 直接的进行讨论 这样 看有没有什么样 追问的 或者趁这个机会 我要趁这个机会 这样 因为我刚刚有跟 唐正伟说 唐鳳说 我们要保留一些时间 给在现场的人 来台上 也许有些没有台手机 然后为什么 我觉得这件事 可以大家实业家 也蛮有趣的 因为我觉得网路匿名发言 有匿名发言的好处 大家可以讲心中话 可是当你要到 现场发言的时候 其实大家要 那种发言 是另外一个层次 跟另外一种智慧 因为你可能要考虑当时的时间人物 然后你要讲出比较得意的话 然后它是经过一个社会经验 淬炼之下的对话 那我觉得这种对话 其实有时候也是有 也是有另外一种深度跟广度 那今天唐鳳已经来到现场 然后在场 刚刚已经很多 通过网路提问 大家都经验到 那我们现在要体验另外一种对话 所以我们现在赶快开放 也要很欢迎现场的同学 或是现场的观众到这边来 跟唐鳳能够有一些交流 如果你们都不来的话 老师是很喜欢讲话 老师等一下就会开始讲 所以赶快把时间交给大家 所以我们现在请 对对对 我们请唐鳳入座这样 这个是保留给我们现场 难得来 那个唐鳳能来教大这样 所以大家赶快 掌握这个时间 OK 我们这边请 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像刚才那种 报数软件的协作会议 它真的是需要非常多的筹备的工作 然后包含整点理清等等 那其实就像刚才副长长说的 我在政委这个位置 我能够处理的 简单来讲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说 各部会都想碰 然后一直彼此踩线的那种问题 那另外一个就是 各部会都不想碰 然后彼此推皮球的那种问题 这两个形状的问题 基本上就最适合 政委来进行处理 因为从部会的角度来看 如果没有人帮他吸收风险 他是不会碰的 那我进来之后 有很多形状的 像那个电子禁忌 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当时电竞 这个体育 体育署那边 当时啦 觉得说这是一种 这个经济活动 应该是经济部去管 经济部说 我们只管电竞的硬体 我们没有在管电竞选手的 那个应该是一种 经济文化 应该是文化部去管 文化部说 我们只管传统文化 所以 这个应该是教育部 去管 所以像这个情况的东西 就非常适合 用刚刚这种协作的方式 来确保每个stayholder 能够做什么 但是如果是单一部 他已经知道 要怎么样做 确实就比较不需要 花那么多资源 我们就要找到 正确的承办人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目前的做法 就是说像电子联署的 这些东西 是每个月 我们所有三十几个部位的PO 一起在同一个房间里面 去看那一个月 所有的提案 然后大家一起 透过投票的方式 去找到那个月 我们要集中处理两题 是用跨部位的方式 那所有其他 都是回到各自的部位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大概不是分配钱 钱通常不是问题 在这种事情上 都是分配时间 那所以时间 我们要分得薄的话 每个地方 都只能处一点点 那如果要做得深的话 每个月就 它吞吐量就有限 所以我们不管是 office hour 还是这种 social innovation tour 还是join平台 我们大概都是预先说 一个月可以处理几个 然后呢 就先来先赢 或者是说 透过投票方式决定 大概这样 那怎么say no 其实也不是say no 就是把它转给正确的承办人 大概这样 因为从participation office 从PO的角度来看 它其实是单一部会里面 其实每个部会的三级机关 才是真正在处理事情的 所以我们一些大的部会的PO 像内政部的农委会的财政部的 他们对底下的每一个局处署 大概也都有他们的PO 所以这个时候 单一部会不是政委官的 但是他们在那个部会 就有点像政委的作用 就是他们会去调和 他们的三级机关的这个能力 所以其实重点 反而不是说say no 而是说我们试着让工部门 在里面的专业事务官发现说 如果你好好的处理一次 这种民主五千人的问题 你一次让五千人理解之后 你未来可以省去 非常多被重复所资 被重复立委质询 被重复媒体质询的这些力气 那这个时候 只要他们看到两三次说 这真的是有长到甜头 那慢慢地往三级机关 甚至四级机关深化就可以 那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我们在最上面只是确保说 这个东西有能够传递到 公务体系里面 而不是说好像从我们这一关 就把它挡住了 所以我们目前大家能够看到的 都是说我们所谓的激进式同名 radical transparency 都是说我们就可以很具体看到 每个部份目前处理的能量在哪里 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接下来怎么样提 能够跟他们的实证目标比较对齐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也是让每个部份 每个想成一个NPO好了 他的年度的这个目标 更能够去跟社会进行对话 然后他看到社会 真的可以做得更好的 马上就放手 然后不要去挡路 那我想这个概念 就是所谓的C for G 以前都是G for C 这样子一个概念 我觉得是我们目前 正在推的一个治理模型 他通常不会say no 通常只是说 我们要再多等一点时间 等更多一点stay hold 的愿意来承接他 应该是说 应该是说 有的时候 有一些题目 他的主事者 就没有使用这个模型来处理 那因为我在行政院里 完全是愿者上钩的 就是说 所有这些题目 都是各部会的PO 带着来找我 所以如果某一个部会 他判断说 好比像说陆委会 好比像说国防部 他手上一些题目 就不适合用 这种方式来处理的话 其实我连这些题目 都不知道 尤其是如果 他牵涉到国家机密的话 那我是看到不看的 就是说 每次要演习的时候 我那天就请假 所以我连这个 Bunker在哪里 我都不知道 所以这些东西 确实就是情绪上面 我就会跟大家说 其实这个 就是一个学习 是一个赔利的过程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 陪着公务体系 去做数位转型 所以并不是说 所有一下 每一件事情 都能够这样处理 但是我们要先看到 这样的处理 至少没有坏处 先求不上身体 慢慢这个东西 才能够扩散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 做期待管理的方式 所以大家就会看到 我们在媒体上面 一方面去说 报纸人提案 这些案处理得很好 但是二方面又在说 如果任何人 有志贡献的朋友们 他在公务体系 他要是乡民的话 还是很愿意 大家来跳坑 因为我们现在 能够处理的这个能量 大概就是 慢慢慢慢成长 他如果不是有 一个部长 或者是有一些政务官 他觉得说 那我现在手上 都这样子处理 像刚刚提到 那些大的部位 现在慢慢开始买单了 确实这个就只能慢慢涨 就没有办法 想涨得像大家一样 想到那样快 这样 我们在现场开放几个问题之后 我们又会回到那个匿名的模式 是的 委员你好 我想想请问说 现在的产业发展极需要电力 可是先前就是因为核灾的关系 所以会很 政府提倡 绿能 可是电力不够的时候 可能很多产业要出走 那可是用火力发电的话 会造成空气困难 还有地球难化 不晓得委员 所以这方面 有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法 谢谢 其实我想 这个后面的重点 是在这整个政策系统 大家能不能用一个 比较系统观点 来看这件事情 我会这样讲 是因为 好比像说空气污染好了 其实哪一些是移动式的 哪些是非移动式的 哪些是境外的 这个东西 不同的学者 可能有不同的模型 不同的学者 对同一个处置 它会有不同的 而且更惨的是说 大家可能都不一定 用彼此的资料 所以当资料跟模型 都互相不共享的时候 目前真的是 真的是共说共有 一婆说共有的一个情况 你要问我要怎么解决吗 我觉得至少有第一步 可以做的 就是所谓的资料的共享 像我们目前在做 所谓的民生公共五联网 它是在国王中心 然后去让所有大家 不管民间收集的空气 核子的那些资料 气象的资料 震灾的资料 或者是栽房的一些资料 水平质的资料 先全部集中到国王的 那个Data Center 然后我们买了一大堆 NVIDIA的GPU 然后任何人有 有想要这个 验算的这个模型 它可以至少实际 把code带到Data这边 大家是在同样的Data上面 去进行验算跟比较 至少我们先把 目前的实际状况是什么 这个部分让大家有一个 就是undisputable 就是有公信力的 这样子一个地方 能够讨论 大家才能够一起去决定 这个未来 不然的话我们目前看到 就是说 在行政有一个叫做 能源政策白皮书 这个能源政策白皮书的网站 有空的话 很推荐大家去看 energywidepaper.tw 它就是能源局跟一些 就是民间的社群 一起去把目前能源的现况 包含节能 包含再生能源 包含您刚刚提到的 一些核能 或者是 就是 煤的电厂等等 这些部分 去把各种不同的scenario画出来 然后让所有在台湾每个角落 曾经对能源议题 在任何分区的会议里面讲过 任何哪怕一句话的这个质疑 或这个建议 它有一个流向表 能够流向这个白皮书里面 以后你就可以看到说 里面的某一个字 是某一个人 在某一场会议做出来的 然后调出来的资料 是顺着大家 concern的那个角度去看 那这个是政策系统 然后我也anmate就是说 目前它就是只能把现况 让大家不管你从每一个角度 去质疑的人 能够至少 大家都同意说现况是这样 可是我们以前是连这个都没有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有些朋友们觉得说 学了很重要的一些工程的贡献 然后对国家有贡献 却被另外一部分的社会否定之类的 就是造成社会上非常多的 纷争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回到 data 还是要回到evidence-based 先大家至少对 data都不争执 然后之后才可能有有品质的对话 但这个工程要非常久 所以我其实没有办法 在现在说 这个社会就magically 就对这个东西有一个共识 但我们至少可以确保说 在这个data base的讨论里面 不会有进一步退两步的 这种事情发生 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目前还在 就是希望能够在年龄之前 把这种data base的讨论的platform 把它建出来的程度 那这个事实上是补课了 我们已经玩了非常非常久了 如果十几年 二十几年前这样做的话 我们现在很多争执是可以免去的 趁大家在转移问题的时候 无论是线上的问题 或是线上的问题的时候 我在这边我先 老师想当组织人 所以我抛转于 因为我先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 我们刚刚说过是愿景的问题 就是说 其实刚刚大家知道说委员 大概四月份的时候 去过戏骨 刚刚吃饭的时候 我有跟他聊过这件事 就是说 蛮多像Google或是文书软 他们其实蛮有兴趣选择台湾当作AI的一个实验基地 那这个东西不只是包括一个产业上面设计 包括一些法规上面的实验 那我们是不是请委员 帮我们这方面做多一点的阐述 就是说怎么样看待AI这一波在台湾发展的一些可能性 台湾的优势或台湾的一些机会 那第二个问题是 跟着这个相关一个问题是说 其实现在大家对技术变迹很快速 其实非常的焦虑 就是刚刚我们吃饭的时候 那个副校长也提到说 很多时候很多学有专精的技术背景的人 他们发现技术堵错之后 可能你一二十年的 包括不要讲一二十年可能太严重 就一两年的辛苦成果之后 发现它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所以基本上大家现在技术上的专注 你越专注其实你呈现的附写越高 那我不知道说 就是政委在过去经验或是知识上 你有没有什么方式说你这样去预测一个东西 到以后还会不会发展 你评断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说这个东西堵下去到以后对或不对 第二个问题很大 可以开三天的声明 这是未来学的工作 但是第一个问题比较聚焦 试着先处理第一个问题 AI其实目前 大家对AI的想象 其实很多是在AlphaGo之后 大家觉得说机器可以自己 不需要人教就会学了 不需要人教就可以瞎判断了 但如果在场有做Machine Learning的就知道说这个Domain是非常非常小 它是这个Input跟Output都非常非常非常 而且中间那个资料量非常非常大 而且你做Simulation基本上没有成本的这些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 Unsupervised Learning大概可以做到像AlphaGo那样子 但是如果这些条件只要有一个不满足 大家都回到 其实有一个比喻我觉得很好 就是在有牛顿之前的那个造桥 造桥树的那个状态 就是说大家都会试试看说换不同的石头的材质 桥顿有什么之类 可是事实上没有人有一个Generalized Theory 告诉我们说要往哪个方向去做 大家都是在把现有的这些像是基础的石块一样的Model 在不同的斗面里面试着去做各种排列组合 然后看一下说某个地方侥幸就试出了一个方法来 那所以因为目前AI的情况是这样 所以社会上面对它的期待是最上面的Full Autonomy 但是实际上我们能deliver的是最底下的 就是Intelligent Infrastructure 就是帮大家去把一些横涌的这个事情把它自动化 然后把自动化的结果让大家可以分享 那在中间的当然是目前很热的就是所谓的Intelligent Assistant 在这个情况就是说判断还是人做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至少它自动帮你找一些Context 至少帮你找一些资料 然后至少帮你做一些决策的一些辅佐 让大家在任何人来做都一样的所谓的冗事上面 可以把它做一些简化 但是中间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automation 它不管你用Machine Learning还是不用Machine Learning 这个trend都已经很久了 现在只是说因为有Machine Learning 所以有某些好比像说跟语音相关的跟视觉辨识相关的这些部分 它导入的时候可以更准成本 或者说它判断的准确度稍微高一些 但大概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我们目前感觉到就是说 在这波所谓的AI的这个浪潮里面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就是说让大家抛弃掉本来好像一定要有某些方式去解问题 大家可以用一些触类旁通的方式去找旁边去打星海 这个说什么Atari Game 这些东西找到一些insight 好像可以跨过来到我们的某些别的产业里面都可以试用 它的让innovation稍微demokratize一点 就是大家都可以自己try自己工作上面有的部分 然后就算没有办法解决 但是你这个累积起来的经验 你可以跑去解决旁边毫不相干的产业的某一个形状的问题 所以这种cross discipline innovation 我觉得是目前AI这一波的一个很好的社会效果 就是大家都好像打散了 然后任何时候到像人工智慧学校或这些地方 你就会看到各种不同产业出的题目 其实有一些共同之处 然后不管你本来在学什么的 大概都可以有一些contribution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的社会的一个情况 那也就是为什么大厂 就是不管Microsoft Google这些 都觉得说台湾不是只是他们的一个market 而是说因为台湾有充满各种非常乱七八糟的点子的朋友 那我们又有完全的言论自由 或者是有很多不同的学们 所以任何人在做innovation的时候 他至少不会飞去查水表 所以需要crowd source 或者是需要一些Civitech等等这样子的东西 像空气品质自己去量测 这种东西 它政府基本上是不但不排斥 而且是欢迎的 所以在这种任何人都可以innovate的这个情况 目前变成台湾的一个优势 就是说你要测东西 然后比方说像我们在刚刚那个空总 现在一天到晚都有 前一阵子了 一天到晚都有MIT Media Lab的无人的三轮车 在那边跑来跑去 那这个其实根本没有等我们的法规杀核 就是未来在下个礼拜 就会有一个AI mobility sandbox 任何人想要测这种无人载具的时候 它都可以写一个说交通部现在不认识我 但是我就是想要在某个地方run六个月 那这六个月里面我们是让地方的政府有需求的朋友们 实际使用的朋友们 甚至营运模式本身去做六个月的测试之后 整个社会一直来决定这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是好事 那么我们的法规就因此而修订 如果这不是好事 我们感谢投资人帮大家付了学费 那就是说Fintech已经有一个沙盒 接下来AI mobility也会有一个沙盒 接下来可能每个regional会有个general purpose的沙盒 这些法律大概都是让创新者带领我们法规 往前走的一个做法 那我们以三轮车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现在它不需要沙盒 因为撞到人不会怎么样 就已经在跑了 但是因为它是open source 像北科大学生一天都晚都来改 它任何的改法 即使它撞到人出了事故 那我们就可以好像戴上一些AR眼镜 或者用一些visualization的方法 来看说从这辆车的角度来看 整个社会是怎么样 为什么它当时做了这个判断 大家别觉得AR是一个黑盒子 但是它如果学会了一些 非语言讯息或语言讯息的表示的方式 有没有可能就像之前狼跟人 互相巡化变成狗跟现代智人的 这样子一个状况 它能够融入到社会 因为它一起找出一个social norm来 那像这种东西叫做regulatory co-creation 这样子的过程 就是我们在AI台湾这个计划里面 从国际大厂的角度来看 他们觉得特别attractive的 因为不是只有很英明的决策者 觉得说只有两三件事情要去try 而是任何事情他都可以用这种 我要申请接下来六个月有违法的方式去try 那如果对细节有兴趣 欢迎上ai.taiwan.goe.tw 就是AI台湾的这个网站 它虽然网语结尾是goe.tw 但它的美学跟以前的政府美学相当不一样 应该是比较现代的 我们现在AI台湾 Smart台湾 Bio台湾 未来5加2的产业创新 大概都会有这种比较现代一点的美学的网站 那第二个提到的是未来的事情 未来的事情我觉得最好预测未来的方法 就是去创造它 我们大概现在做的事情都是说 我们先找一些small scale的 像刚刚AI power conversation 就是大家看到有一对点 然后在polis上面 去搜集大家的这个conversation 那这个东西 我们就是在它还在research的时候 就直接投入物贵的政策讨论在使用 我们投入这个使用之后 我们就是说 这件事情它真的work 它真的可以做scaleable conversation 我们再去找说 到底为什么当年这个是work的 然后试着把它scale到整个公务体系里面 也就是说它在很小的区域 可控的风险 而且有social need的情况下 你可以很容易引进 某些未来的黑科技进来 但是不是说一下就要把它普及到全国 和全球 而是说这个过程里面去找出 让它能够scale的那些重点 然后试着在环境里面去重新创造 这些能够让它scale的这些条件 那这个时候它就慢慢能够 未来就会透过你而到来 但是如果你现在是在完全没有接触到 这些小背墨的黑科技的情况下 就去预测未来的话 那基本上是一定会预测错的 所以我的具体建议就是说 去在你书上看到的 或者是你自己狂想到的东西 你都可以去用很小规模的创新的方式 去试着让它去查查看 那如果你要更大规模一点的话 那我们有sandbox 有这些相应的法规 可以当做大家的朋友 大概就是这样子 你意思说因为台湾在这些法规上面的开放 变成是一个很attractive的条件 吸引大家来台湾这边做实验 对因为我们现在有sandbox之前 大家可能知道说 基层的承判人员看到一个新的东西来 然后他需要一些法规的诠释 他才能够从灰色替代变成 真的能够执行的 那很多时候承判人员 因为他很担心这个风险 土利然后什么风险 他就会觉得说 我如果驳回的话 我不用花时间 但我如果aminting进来的话 我要花至少一个礼拜去跟我的上级 去解释这个新东西 怎么样符合到信用的法规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比较保守 但当我们现在有sandbox的概念之后 他就反过来 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申请案 我让你核准的话 我只要花一个礼拜的时间 但是我若驳回的话 我就要陪你玩半年 所以在很多人的角度来看 我就不如去遵循你 那这个是我们fintechsandbox过之后 我们常常看到一个具体的情况 那再加上目前我们的国发会 有一个新的法解释学 就是说以前个案不准的 不能扩及到通案 通案不准的 如果法条上面没有说不准 这个通案应该要废止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的KPI 就是每一个部会 每两个礼拜检讨 到底又多废止了哪些函事 所以我们现在从政府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这些解决社会问题 做创新的朋友 我们不要挡他们的路 我们帮这些解决社会问题的朋友 解决大家的问题 那这个是一个需求反应式的政策推动 跟以前从上往下 KPI导向 那个是完全不一样 好 我们再把那个时间留意线 还是你要到台上了吗 因为基本上直播你不用麦克风 还是听不到的 所以我们照顾直播了 委员你好 我想引申一下前面的问题就是 当你要做AI的时候 会有要大量的数据 那你要大量的数据进来 其实上会跟人的隐私权 会产生一些拉扯 那这样的话 像之前会有建桥 那个建桥分析的案子 然后对FB 那关于这方面委员你有什么看法 我想建桥分析 它并不能 严格来讲 它并不是一个AI的项目 没有 我只是说 想知道说 因为接下来因为AI的兴起之后 隐私方面会 那个侵犯会越来越严重 那关于这方面 这方面的看法 谢谢 首先我就不觉得 AI会让隐私侵犯越来越严重 我们现在在做资料搜集的时候 大概就是说 我如果一开始就知道 我的资料会被用某种用途使用 并且我可以随时跟你有一个对话 就是说 我的资料现在放在你那边 你去做一些利用 然后我可以过程里面我一直问你说 目前你把我的资料去做了什么利用 这叫问责 那如果你去做了不当的利用的话 我要第一时间发现 那我可以克予你一些责任 这叫克责 那从一个角度来说 你要主动揭露出你的隐私权的政策 以及你对隐私的这种状况的处理的方法 这叫当责 在英文都是accountability 但是这是一个 这是三个过程 就是资料的持有者 资料的提供者 跟双方中间持续的互动 那目前公共有一个叫做GDPR的架构 这个架构基本上就是让使用者这边取得更多的权利 就是说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的个人资料如果要交给你去做各种利用的话 它必须要在我已知这个是什么意思的情况下 而且我同意你的情况下 这叫informed consent 那以前我们的做法常常是说 没有informed consent 会觉得informed consent很困难 所以我们就用各种所谓passive 收集的这个方式 去试着去把大家所谓digital shadow 把它这个做一些建讨分析的这些工作 可是第一个 这个就不是我自己自愿提供的 因此很可能是有偏差的 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像 举一个例子 像所谓social media analytics 像建讨分析那样子 大家其实在social media上分析的 可能是我们里面 心情最不好的片刻 因为在social media上面 就是心情最不好的时候 上去发泄一下 反而是人里面 绝大部分一天里面 可能有20个小时 心情都还不错 愿意往公共利益去做思考 这些主动揭露的这个部分 反而就不会在那个平台里 反而可能到我们join平台里面 那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这是一个special cycle 就是说当你是奖励人的这些片刻的时候 那你就是奖励那些做precision persuasion 就是说去掌握你的这个动向 然后透过广告 透过一些暗示等等的方式 去让你往这个更分歧分裂的状况走 但是我们如果说 Mira一开始就是inform consent 到我们这些平台上面留言 或等等这些朋友 他都是有看过我们完整 说我们要怎么样使用 他们的主动提供资料上面来做的 那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empowerment 就是说从实用的角度来看 我就知道说我在提供我的资料给你的时候 你会拿去做什么样子的使用 然后过程里面 我有任何对话的时候 有一个可以对话的窗口 那这个是GDPR付权于使用者的这样子一个精神 那我为什么会说 AI在这件事情上面 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就是因为说 好比说我刚刚讲的很多环境资料 我们把它集中到国王的这个平台上 那要做很多统计的分析的时候 大家可以直接把code upload在上面 然后in place去跑 那我们现在可以想象说 如果现在搜集的 它不是环境这种 没有各自问题的资料 不会有一条和我主张说 你知道我污染的程度 我各自受到侵犯 没有这种事情 对而是个人的资料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范式 叫做open algorithm的这样子的方式来做 所以open algorithm 它刚好是open data相反 就是资料是个自是隐私 它事实上还是存在 就是部位 或者是data processor controller 资料库里 但是呢 如果你能够提供一些演算法 这种演算法 它任何人来peer review 都知道它是一个统计演算法 也就是说 它统计出来的东西 你没有办法还原到特定个人的话 那不管在GDPR也好 在我们的各自法也上也好 它都是该当于统计的那个部分 那当然就没有各自问题 那以前的问题说 有AI以前统计的演算法 往往像什么可以匿名化什么 它的可用性是非常打折扣的 而且它也不一定能够证明说 它不侵害到隐私 所以就会变成说 好像是两面不讨好的这个情况 但是我们现在AI 好像说有就是GAN嘛 就是有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它基本上就是有一个类伸进网路 不断试着还原出个人资料 另外一个类伸进网路 不断试着去用differential privacy 去把它匿名化 双方一直收敛到一个 它可以说是统计 但是呢 它的可用性又最好的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新一代的这种AI技术 我觉得会更让大家可以看到说 你可以在保持统计的可用性的情况下 又不会牺牲任何个人的隐私 然后是除了它可以完全一开始就是noise 是乱出资料 然后让AI这个模型 进来这边去做学习 但是它是open source 或open algorithm 让整个学界就像资安的那个 就是白帽骇客一样 试着去打这个algorithm的property 那我觉得到某一个程度 大家就会习惯说 好那在某些情况下 这真的还是统计演算法 然后它还是可以for social good 但是它不能够还原到特定的个人 只有这个时候 我们才能兼顾可用性跟public good 所以我觉得AI是在这点上 我自己觉得是非常有帮助 它是一个privacy enhancing technology 它是一种PET 谢谢 想请问一下 AI或人工数据 未来可以发展成一个成熟的管理系统 来取代政府的功能吗 刚刚好的问题 其实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说我们在公共服务 其实也是一种服务业 我们在做服务设计的时候 我们在里面碰到的大概有两个 一个时候人跟人直接去对话 然后好比像说 就是体会大家的心情 去做这种协调沟通等等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每一个人来做 每一个公共服务员来做 大概都不一样 因为它就是需要就是各自的生命经验 那这个时候我想这部分是很难短期之内了 让AI取代 因为AI毕竟它没有人类的生命经验 你一个check out 你问它到大概到第五句 它大概都就露显了 这个目前并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反过来讲 在公务员的工作里面 有非常多很容易的部分 就是说你要查判例 你要查之前曾经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公文 甚至是一直填一些莫名其妙的 这个各种不同的管考的东西 做一件事要管考五次 等等这种东西 这个就非常适合AI来做 因为你任何公务员来做都一样 所以这种部分 我觉得是非常适合 透过machine learning 然后慢慢去把它自动化掉的 所以我想整个政府完全有AI取代 就是把人的判断力的部分都抽掉 除非我刚刚讲的 就是通用性的AI的这种东西 所谓generalized AI 它真的被发展出来 那那个时候 也许我们就可以来讨论一下说 我们人类要不要就是 全部交给这个机器来照顾 但是目前看起来好像 目前至少我去open AI这一次 大家都看不出来 AGI到底要用什么方式发展出来 所以在我们这个generation的AI里面 它大概真的只能取代 不假思索的部分的工作 那未来远未来50年以后 那真的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就是说先把我们能够 自动化部分自动化掉 然后等未来AGI来的时候 至少大家已经准备好了 有一个大家都有素养的情况 而且可以来讨论说 它要怎么样融入我们的生活 但是我们现在因为不知道 它来的那个方向是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并没有一个 很具体讨论的基础 大概这样 我们要不要回到现场的那个 没关系 看大家还有什么想要举手的部分 看华尔你好 我是现在大二的温柔 我想要请问你的问题是 跟前面的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我想要请问你就是你觉得你人生到目前为止 谁对你的影响力最大 就是不管是好的影响力 或是不好的影响力 就是对应该都有影响力 只是对你来说是什么影响你最深的一个人 或者是一群人之类的 谢谢 除了讲我自己的时候 我不知道讲谁 就是说 我想是这样 就是说我的人生观 可能比较有趣一点 就是说 我自己刚出生的时候 因为有这个心脏病 吸食中和缺损 所以我小时候有记忆的时候 都是记得医生说 这个一定要活到 好像说四岁 或者是说八岁 可以动手术的时候 那如果活不到就没有了 那所以这个感觉 就一直陪着我 然后我一直有一种 我如果睡着的话 不一定醒来的这种感觉 那大概到十二岁的时候 真的就动了手术 然后动了手术之后就好了 那跑去西藏啊 跑去什么高山 尼泊尔啊 大概都没有问题 但是呢 这个感觉 因为你知道十二岁之前 就是人哥的核心心脏的这个 这个期间 所以那个情况 这个感觉还是一直一直跟着我 并没有消失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 像我小时候 就是我爸妈跟我说 只要我一生气 或太高兴 太兴奋 心跳一块 那就会这个脸色发青 然后就会昏倒 所以就是说 这是一个biofeedback 告诉我说 在任何情况下 都 我身体会很反射性的 去深呼吸 然后去消化各种各样子 太强烈的情绪 所以我基本上 是没有办法经验到 太强烈的情绪的 那当然 动完手术之后 我就会去找一些 比较强烈的高兴的情绪 去经验 因为毕竟 在想经验看看嘛 但是太强烈的愤怒 或者太强烈的 激度这种很负面的情绪 我因为没有觉得 要试试看 所以目前都还没有 这种经验 那我想这个 对我影响是非常大 就是说 从我角度来看 每一件事情 大概我都会在睡前 去把它做完 或者交给别人 我睡前 现在都还有一个习惯 就是说 我inbox 就是email 一定是保持在零封 每一封都有处理掉 或者是delegate给别人了 那我的那个 guesting stone的那个inbox 也是到零封 反正就是这个 今日种种 这样一个概念 那所以 隔一天醒来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就有比较大的自由度 因为觉得说 那反正 昨天都已经处理完了 那今天 我可以用一个 完全不同的角度 甚至一个 完全不同的态度 来看 这个今天的这个人生 所以 我想这种 就是creature of the day 这样的一个状况 它本来是一个 因为生理的限制 所以 好像不得不发展出来 一种我们心理学 这样叫 coping mechanism 就是说你如果不这样子 试着去面对的话 这个生活就很难过 但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反而它变成创新的一个 很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如果今天 try一个东西失败了 我最多就难过到睡着 那醒来之后呢 突然之间又觉得说 一个有全新的方向 可以去开展 所以这也是 我觉得也是有好处的 那这个medical condition 我觉得当然 并不是谁 带给我的了 它可能就是 发展阶段里面 就不小心碰到一个 什么状况 但是这件随机的事情 反而更让我发现说 反正就是生命 本来就是一个 很随机的东西 所以今天在有的 这个情况下 就尽可能的去contribute 那反正明天 大概也不会有一个 我在那边去享受了 那所以这种东西 就让我在创业过程里 或在做现在 公共服务过程里 不会去想说 我要有什么self-interest 要什么累积到自己身上 因为我一直保持着一个 我今天尽可能的 publish出去 因为明天我可能 就不在这边了 这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对 公共利益 公共使命 social mission 什么大概都有一些帮助 但是这是我个人的一个 成长的一个经验 这样 我想要延续 那个刚刚 那个 郑伟说的话 我相信大家可能听过 他很有名的一句话说 万事万物都有 缺口 然后缺口就是 光的入口 这样 就是料那扣痕的一句话 对 刚刚其实很想要问 这个 就是大家各式各样的问题 那你比较人文 我感谢的问题是说 刚刚已经讲了一个 很好的故事 我很好奇说当初是在怎样的心情 我会问我一下 写下的这句话 然后这句话除了刚刚你讲说 就是好像有点是 今日种种 譬如今日就结束 然后明天又是新生一天 对 除了这样的一个 奇事之外 你这句话对你人生的 其他的成长经验 还有什么样的 颜色性的故事 这样 OK 这句话并不是我发明的 它是料那口狠的 一首 一首诗 那它也变成一首歌 叫Antham 就是国歌 那它的完整的句子 好像是说 Ring the bells that still can ring Forget your perfect offering There is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那当时我是做翻译 翻译是说 中能敲响就敲响 十全的尊主 莫指望 万事万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那所谓的 Perfect offering 就是说好像什么东西 都要做到很完美 什么东西都要做到 无懈可及 然后再present给大家看 可是这样的问题就是说 那人家除了欣赏 觉得好棒棒之外 其实也没有什么 别的互动可以做了 因为你都讲完了 那但是呢 我们做公共服务 或做任何的服务 其实如果有一些 不完美的地方 有一些措置 有一些缺口 有一些刚刚大家问的 还可以精进的部分 那这个东西就变成 大家互动的一个借口 那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东西的话 反而你没有办法认识 不同的人 那所以从很多角度来看 过于想要做的完美 这件事情 反而是对于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是非常有害的 那反而是说 比如说我抛出一个问题 那网路上大概不一定有人 马上会提出答案 但是我如果抛出一个问题 我切换到另外一个账号 提供一个很烂的答案的话 那忽然之间 专业者通通跑出来 然后来纠正我的错误 这个是你要钓鱼 最快的一个方法 所以就是说 就是说大家对于不完美的东西 因为难以忍受 所以跑来贡献 的这样子一个心情 我想是不管网路上还是实体世界都有的 那所以这个时候 我觉得文章里有一些桌子 什么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因为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跟大家 有更多对话的一个过程 那因为我自己在工作上面 大概都是做open source open source的意思就是说 我发表出去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改 甚至你说是你做的 都没有关系 所以更需要保持这样子的心情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心情的话 那就会觉得说 好像都是在找茬 但是 it's nothing personal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去试着把它改得更好 往不同的方向去带 那像这样子的角度 我觉得是很 你碰我自己做创作的过程 因为我不会花很多时间在说 好比上说 有人来用我的东西 我要告他 或者是说 有人把我的名字当作动词用 这个我会生气 或者是这种情况 那而是说 我就觉得说 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crack in everything 大家可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像把唐凤两个字当动词用的朋友 我们就可以对于这个censorship 对于言论自由 对于很多东西 有一个很具体的对话 大概这样 我想请问就是 怎么去waiting 或是这个叫做解决sampling的问题 因为这边的界面是讲得出来的 那所以讲得出来的事情 可能他们的经验会有一个有效期限 那可是就好像刚刚 不论是AGI或其他的 或Allware式的 那些是讲不出来 或是我们现有的维度 所不了解期望题之内的 所以要怎么waiting或solution 这两种的表达模式有冲突 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 确实我们如果只把这些地方 各取一次 那这种关系 我们叫transactional relationship 那等于就是说你一定要把有限的时间 你要把非常多的概念 能够聚集到几张不好的朋友 或几句话里面 那不能够讲出来的部分 non-verbal的部分 好像就有点被舍弃掉了 的这个情况 它会确实造成一个霸权 这个事实上是真的 但是我刚刚特别强调的是说 我每两个月一定回到同样的地方 所以其实在这里面有很多东西 它其实根本不需要讲出来 它就是觉得说 这是一个长期的陪伴的关系 也就是说即使这次没有讲清楚 那也没有关系 随时可以email我 即使email讲不清楚 没关系 office hour可以找到我 即使office hour不方便来台北 反正两个月之后 我还会回来 它很多时候 我们在脑里面去 形塑一个关系的时候 重点并不是讲了什么 而且在没有讲的时候 对方在之前的回应里面 怎么样在脑里面 有一个脑补了的对方 然后去在脑里面进行 这个更多的发酵跟沉淀 那以前的状况说 如果它是纯粹transactional 可能你写一百个字过来 我会一百四十个字回去 那所有这些没有讲清楚的部分 基本上都只能脑补 那脑补虽然大补 脑补最补 但是补的在来都是投射 就是都是错的 所以就会导致这个偏见 或者误解有蔓延的机会 但是因为我们目前做的 这样一种需求反应式的方法 是说 比如说你如果每个礼拜 都会看到某一个朋友 你都会一起去打球 一起去看电影 那你中间听到了 关于他的谣言 关于他的gossip什么之类 那你就下次跟他见面的时候 跟他确认就好了 他就不会有脑补 然后滋涨的一个空间 那传统上面公布门的问题 就是说他都是transactional 然后而且他不会有一个 好像你可以随时回来 再去追问的这个 accountability的这个relationship 所以到最后就会变成 只剩下这个做到自己说的 那这件事情就好帮帮 下次投给你 或者是说这个没有做到 自己说的那下次不投给你 可是这件事情 大概四年只有两个bit 左右的讯息交换 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不够的 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现在 尽可能在找这种bit rate 更高的方法 让大家能够去彼此对弃 高到一个程度 当你不再需要脑补了 这个就进入一个 就是长期的relationship 那这个relationship 我觉得才是信任的基础 在此之前 大概都是往信任的角度移动 而不是真正的这个弧行 所以我同意说 我们现在这整套方法 比真正的弧行 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但至少是在往这个方向移动 就非常感谢 就是看得出就是物种演化 就是往这个方向 不断在成长跟演化 可是有些生命是有期限的 举例来说 就好像每四年 或者每两年一次 那所以这时候 Oware式的这种全数据 我们看到它的有效质量 可以非常大的 去在更多的维度上面 在这个有效期限之内 拿到优势 那怎么去看待这样的 没有时间去等物种演化的 不也不是没有时间去等 我跟你说 像大家很多人 问我台湾的发展的方向 我就说 四百万年以前 台湾就已经存在了 每年往上涨五公分 那那时候还没有人类 我跟你说 当你看的那个 时间维度够长的时候 甚至你去想到说 下一个智慧物种 什么时候出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比较 不会有那种 好像一定要在四年之内 一定要在八年之内 解决这个问题 相反你去想的 就会是说 我们能不能够留下 足够多的information 让接下来想要 approach类似的状况的 不管是什么 生命物种 能够去使用 那这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 我们很难在短时间 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说 一定要在一生当中 达到某个成就 或达到某个社会使命的话 就很难用这种方式 去讨论 可是我们在 好比像说 一些原住民族 像加拿大 或美洲一些原住民族 他们在说 就是他们做strategy的时候 都是做7th generation 就是说去想到说 7代之后的状况是怎么样 如果7代之后 对7代之后有影响力的 他们就做 如果只是这一代有意义 但是过了7代 大概不会有意义的 他们就不做 那像这样子的一种 看事情的 看时间的尺度 跟你刚刚讲的那一个 就是短时间之内 有意义取得优势 power projection等等的尺度 它随时在人类社会里面 都是同时存在的 那我们看文明的 就是 好比像说你去记500年前 1000年前的这个东西 会留下来的很多 大概都是用这种 长时间尺度 在做的事情 那短时间的一时之间 哪一个是最强的国家 哪一个人是最富有的人 这种东西 我们其实就不记得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还是看你在意的 那个aspect是什么 那你就可以在 那aspect的同文层里面 找到跟你的tempo 类似的人去做 但是我也同意说 如果在短期之内 觉得你就是有一些 短期的问题要解决 没有办法用这种 long term的方法来想的话 那至少刚刚讲的 最基本的 找到共同的价值 找到大家都能够 接受的解法 这种东西 它还是可以在 短期间的 transaction里面使用 只是说 它在使用的时候 就是要知道说 它是在这个 temporary的状态下使用 但是如果 好比像说 气候变迁 或者是一些状况 它又慢慢觉得 可以解决了的时候 那大家又可以 回到long term的方法去想 从我的角度来看 这两个想的方式 并没有冲突 它只是同一件事情 它是顺不到 什么程度去看而已 大概不知道 我们要不要回到 我们那个 可以啊 看现场 如果没有人要举手 好 调官委员您好 就是我 我觉得说那个政务委员 好像也是属于政务官的一种 那我是觉得会不会难免受到这个政党政治的影响 像是政党的压力 或是反对党的施压 那如果你们在执行政策的时候 要怎么样可以比较中立 然后去造福人民 这样 谢谢 我想如果一个人有党籍 或者有党职的话 那当然他还是会收到 就是你刚刚讲的那样的状况 不过我从来也没有加入过政党 所以我既没有党籍也没有党职 所以一开始进院里的时候 我就是有一些老公协商的一些条件 好比像说不接触国家机密 那我看的东西都可以公开给所有人看 那又好比像说 我可以在行政院外面 用透过电传或远距的方法来工作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接近实际有社会需求的人 而不是好像都只能透过这个间接的公文来处理 那又好比像说我在协调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可以去引入各种不同方面的利益关系 我们看的是说他跟这件事情有利益关系 而不是说他是哪一个党的成员 那我想在政委员这个位置是比较容易去做这样子 超党派的这件事情 因为主要原因是我们大概都是提供协调 提供建议提供空间 我们大概都不是说一定是我拍板我盖章 大概都是带给院长 然后由院长来拍板或盖章 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我们越能够接触各界不同的人 而不受到政党的限制 那我们就越能够做出对大家都好的公共政策来 所以这个位置上我是蛮能够使用我所谓的anarchistic 就是安娜歧视的既不接受命令也不下命令的方法来运作 那因为既不下命令也不接受命令 又因为我自己的内部开的会 逐字稿在编辑14天时候都会上网 在这样子完全激进透明的这样一个情况下 其实政党是真的比较不需要政党的力量来运作 因为每个人有什么需要我的部分 他就自己讲就好 他不需要一个党或者一个代言人来代表他 所以在我目前这个位置我还蛮幸运的 就是说可以是几乎完全没有政党的影响的情况下去运作 在别的公务的位置 那当然他受到政党影响的程度就不一样 但是因为我现在没有个人的经验 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在别的位置上是怎么样 但是在政委员这个位置上 我目前是有一整套方法 是可以把政党的影响减到最低 那当然偶然有人要我去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我只要说没有这个规划就可以了 那现场看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的话我们再收一下线上的 现场的同学们 大家需要时间想一想问题 然后我干了老师再来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有听到我觉得委员你的思维啊 你的包括做这么多创新的事情 我觉得你的思维跟很多人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我深刻想说这到底是 就是说比如说好我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好 就是说比如说那个委员可以逆迷信了嘛 然后大家都来问问题这样子之类的 然后对那种就是对那种有些人提出了各种负面的负面的贯面的观点 你也都可以一笑自知这样子 然后一般而言 然后你刚刚有跟我们讲说你的成长经验 因为那种medical因素 你每天都会想说今天可能就要把今天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 所以可能因此养出一个比较宽大的修静这样 那我觉得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 因为刚刚有一些同学其实我猜啦 问问题的以外之一是认为说委员在推动这些真的事件之外 你真的会在 就很多事情事实上是一个比较公共利益的角度 你比较容易去推动 可是问题是当很多事情的时候 他其实明显的有所谓的利害关系人的时候 就是说我推动这件事情 我立刻影响到哪一个政党的利益 甚至立刻影响到哪一个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的时候 这种事情其实他变得不是那么好 他变得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的 用这种方式能够来解决 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说输入一个公共的立场 然后大家有公共智慧的人会解决这个问题 他可能背后因为很多政治上的 因为时间空间影响那种非理性因素的操作的东西很多 那我怎么会把这些领导起来 就是说因为委员思维里面很多 我觉得是蛮理性的一个思维 跟你背后哲学官 后来你选择做事情的态度很有关系 包括让大家这样子 那我刚刚说过说让现场这样开放 就像是一个被社会条件限制的很多的因素 所以在场的同学必须有机提起问题来 像类似的很多事件 有很多社会条件的因素在后面 有很多的既得利益者 然后很多的政党利益的立场 所以很多事情事实上是很难处理的 所以我意思说我只是想要就是这样委员整套路的结局 我只想要区分说委员的那个思维里面 其实好像对这些被干扰的相对性的因素里面 你好像试图把它讲得很低这样子 尽量用一种比较 universal或是一个比较理性的语言 去处理很多事情这样子 那问题是我们活在人类社会当中 就是有很多这种限制这样子 比如说就像现在 我相信很多同学还要有疑问 可是可能没有用那个勇气 那我意思是说你怎么样能够诱导 就是说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 让大家能够背后真的有你这个胸怀 去撇除掉很多主观利益 或者说很多受到社会条件限制 甚至很多负面的声音或能量 才能够让事情推动很顺利 我相信你知道我在问怎么样 大家了解 大家不要笑 总之就说我想要问的简单 最简单一句话就是说 怎么样才能够好像心中只有公义这样 然后没有个人立场 然后也不会害怕就立刻举取问题来 然后遇到那种网络上很多的酸民 就觉得这没关系 反正他们这样想 我唐凤被当动词也没有关系 什么之类就是怎么样才能够 让大家有各种胸怀 我相信如果有这种胸怀的话 很多事情会相对变得比较容易 那就是不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人为的世界当中 很多的主观的各种人的欲望 个性之类都会阻挡这些事情的发生 那我相信这是一个蛮难的部分 我想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在空间设计上面 本来就是说如果你让人觉得很局促 你必须马上反应 然后或者是你要一次处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意识形态 就是脑里的一些short cut 它就会take over 因为事实上就是必须要在短时间里面 针对非常大的诚意去做出瞬间的判断 那这个时候大概没有什么理性对话的空间 这个我完全都同意 但是就是说我们网络的特色就是说 它可以把看起来是同步的东西 拉敞到非同步去处理 它可以让看起来好像就是随时要翻桌 要打人的情况 翻那个网络也打不到人 在这个情况变成一个比较处理的一个空间 简单来讲它可以有一个room 有一个有一个空间 那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去处理的方式 基本上就是有一个叫Ross 就是正义论的那个Ross 它有提出一个概念就是overlapping consensus 就是重叠式的公式 那个概念非常简单 就是说如果你要争辩非常大的 哲学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政党政治的问题 那你大概就是花十天大概也争论不完 但是当你能够聚焦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事情 好比像说像我们之前在讨论有一个很具体的案子 是叫做单身的女性能不能去做人工政治 好那像这种已经非常非常 甚至已经到个案的一个很小的例子里面 我们就发现互加盟的朋友们 这个伴侣盟的朋友们 这个伴侣盟的朋友们 姓平慧的朋友们 各个不同的朋友们 在这个具体的例子上面 他们可以达到共识 就是说你不去讲什么是神圣的 什么是婚姻 什么是什么这些东西 你去聚焦在一个很具体的个案上面 那大家都会觉得说在这个上面 我们大家可以讨论一些共同的利益 什么是共同利益呢 大家都同意说小孩的成长环境 小孩的利益才是共同的利益 就是在单身女性能不能做人工政治的 这个题目上面 那当大家能够同意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价值 而且这个价值是外于我们的 因为小孩还没出生嘛 这个价值是外于我们的 忽然之间大家都变成比较好的人 因为并没有什么这个当下的 现在的利益要去拉扯 所以我的意思说找到 共同的价值的这个艺术了 这个是可以练的 然后在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去营造这样子的空间 好比像说不好意思可能要用简报 就是我们会营造一个空间 说当利益关系人被盘点出来 但是他们又没有办法这个进场的时候 我们有这样子一个 像我们在处理联署案的时候 有这样一个要点里面的定义 就是说权责机关两个以上的时候 我们来协调看看 但是如果A说B是主办 B说C是主办 C说A是主办的时候 那对不起大家都跑不掉 大家都是主办 就是说当我们在空间上面去营造 这种利益关系人 他不能靠把不利益推给别人 而推掉的时候 大家就会去想说 那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 好吧我们还是 就是稍微静下心来 然后来好好处理一下 因为下一次还是回到我还是跑不掉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有玩过我翻译的一个游戏 叫做信任的演化 它就是把囚犯的两难的这个东西 变成一个长期的这个对立的这样一个过程 当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 然后又不断有 刚刚讲的long term 不是transactional relationship的时候 像这种看起来就是 会各方利益关系人吵个没完的事情 忽然之间 我们就让内政部 让国防交通 国发会 平通县政府 立法委员 实际去当地 跟利益关系人 包含我们的县议员 律师一些党代表 还有乡民代表 真的乡民代表 不是PTT 上的乡民代表 然后跟在地 这个提供医疗服务的朋友们 我们就可以很具体的 去对齐各种各样子 解决当地的医疗困难的方法 然后去把大家的提议 就是绿色的部分 对应到的问题 黄色的部分 具体部份目前的回应 就是橘色的部分 以及事实的部分 就是蓝色的部分 透过这种新制图的方法 去让所有人都摊在桌上 看到说 每个人能够拿出来的部分 都是contribution 因为你不能把别人的便利 也拿掉 你只能贴新的上去 所以当这个脉络 都已经很确定之后 那个insight 就会自己冒出来 就是说我们长期要解决的是 让医护人员把心留在这里 所以正确的解决方法是 把当地的恒春旅游医院 把它扩建 虽然行政院要花好像3.3亿 但是从行政院的角度来看 他就知道说 每一个其他的部分 都会牺牲掉一些利益关系人 只有这个才是每个利益关系人 都觉得他是不但可以接受 而且对他长期看来 是有利益 是有好处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要让大家尽锐的 可以考虑公益的前提 是把大家私人利益 都用这种方式先判点过 然后大家就发现说 有些时候 你可以靠着照顾到大家的私利 去满足公益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innovation 因为在有这样子的创行之前 大家不会觉得说 我每个人commit 做一些事情 到最后对大家都好 会第一个做的人 他要吸收全部的风险 所谓的coordination problem 但是我们透过网络空间 像群众集资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每个人第一个掏出钱的人 都会觉得会被当冤大头 但是如果大家凑凑凑的钱 够了我们才做这件事情 谁都不需要去承担 那个first mover的那个问题 所以就是说 我们透过这种空间 把看起来要马上做决定 而且先做决定的人输 的这种状况 把它延长到 大家都可以去 在这个map上面做contribution 是一直凑到拼图 拼完了之后 我们才行动 只要用这样子的方式 不断的去改造空间 到最后你都会把大家引入一个 那我们可以考虑公共利益的方法 但这个东西它当然需要 完整的一个process 然后它也需要每个利益 关系人愿意做下来 去说 那我们觉得这个东西 比翻桌要来得好 那这件事情 并不是每一个案子 都可以这样处理 但是surprisingly 你把某一个案子的scope 一至三三三三 升到一个具体的个案的时候 大部分的案子 都可以这样处理 这个就是overlapping consensus 的意思 所以是用盘点每个利害关系人 私人的利益 然后再一直 生存出来一个公共利益的过程 所以是大家都 参与贡献的一个过程 是的 就是每个人在发散的时候 都是contributor 发散到极致了 我们再来收敛 大概是这样子 刚才有一位朋友在局上 请 委员你好 现在大家是一个 知识共享时代 那我想 知道委员在 有没有想过 大家在思维上的提升 要怎么运作 就是像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有些人不免 不会用 理性 或者是 像是一些方法论 去进行辩论 而是用情绪 那当我们在 和这样的人 沟通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一个方法 去提升 所有人 就包含 我自己的思维模式 对 确实 就是说 之前可能大家看到 网路上有一份 我给公务员的教材 叫做焦点讨论法 Focus Conversation Method 那FCM 它就是一个 您刚刚说 我觉得大家都有很多情绪的情况下 我们要怎么样让 这个讨论能够收敛 能够facilitate 那它的概念非常简单 这个方法叫ORID方法 O的意思就是objective 就是它是事实的 大家都不争执的 客观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 就是刚刚我说的 database的部分 那个是第一步 因为如果不是大家都有一些 不争执的客观的东西的话 我们根本没有一个讨论的基础 所以这个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 跟很多公共政策的角色 不一样的是说 它有一个阶段 专门留给reflective 就是感受性的部分 在这个阶段 对相同的事实 也许你会觉得很高兴 我会觉得很愤怒 或怎么样都没有关系 就是说在这个阶段 是把大家的感受 全部都发表起来 在这里面 大家互相不judge 然后也互相不会说 你这个感受是不对的 或不好的 那任何人都可以 在这种不被judge的情况下 在线上的空间 或线下的空间 去说我觉得怎样 我觉得怎样 那这些东西都会被收集到 我觉得怎样的 那个颜色的便利体的里面 而且这样有个好处 就是在第三个阶段 就是brainstorm的阶段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让大家去想说 什么样子的idea 是比较好的idea呢 比较好的idea 就是大家提的时候 它照顾到 比较多人感觉的这个idea 一般的brainstorm 基本上就是 以照顾到我自己的感觉为主 但是如果在前一个阶段 已经把大家的感觉 都收集起来的话 那我们在提的时候 就不但照顾自己的感觉 偶尔也可以照顾旁边的人的感觉 或者你看到的其他人的感觉 这个时候 ori之后 最后一个阶段 那个第一的阶段 就是把大家brainstorm里面 可行的 彼此之间不矛盾的东西 把它收敛成共同的决定 那到这个时候 大家就会觉得说 那至少我的感受有被照顾到 而且这些idea 是在反映到我的感受的情况下 被提到的 所以我想就是说 同样的就是说 当你要照顾到非理性的 或情绪性的东西的时候 最好就是把它放在客观的事实后面 但是放在大家的judgment 大家的interpretation的前面 有一个阶段 可能一个礼拜 可能三个礼拜的时间 专门就是用来收集大家的感受 那这个时候发现 大家感受往往充分表达之后 他就觉得 好了算了 这样我也可以让你补 这样子 很多时候是你不让他表达说 他反而会越来越强烈 所以留一个空间给感受 但是这个感受 必须要针对特定的事实的感受 所谓social object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join这个平台上面 花了很多的时间 去让所有我们在公共政策上面的 各种东西 包含审计部目前要看的 各种新的审计的原则 包含所谓的参与式预算 包含除了大家有5000人的联署之外 所有部会的法规的预告 包含我们最近才上线的 就是每个部会自己管好的 1000多个计划 以前都只有国发会 跟监察院在看的这些东西 我们把它都全部上网 那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说 这些东西 这些是事实 因为这个预算都已经滑下去了 然后都已经在执行了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绕着这些事实 大家开始去分享各自的感受 那有些人的感受 他可能是看累计预算执行率 长这样子 然后他就有一个 感到非常诡异的感受 因为累计执行率 应该只要增加而不能减少的 那所以他就会留言 那他的留言可能 像这个留言就是 图丝不丝有错 他虽然听字不是很规范 但是他的感受 我想大家都充分的了解 但是这个时候 在这个共同的事实上面去 让大家有一个感受 发表的地方 那从承办的角度来看 他就可以就事论事的去说 对不起 因为厂商这个做烂掉了 所以我们跟他解约了 然后他还了我们一些钱 然后没有重新发包之类的 那这个时候 他就比较不会是抽象的 对于厂商工程会的能力 或什么能力去进行感受的发现 因为他是针对一个 事实性的social object 去进行讨论 那从承办的角度来看 他回应这个interpretation 他也只需要回应一次 他不需要被重复所资 那以后大家Google到这个之后 又可以顺着这个再往下问 所以这个就是透过网路空间 让大家更能够去 有发表感受的地方 但是又能够把感受收集成有用的东西 的这样子一种空间 那大概就是把所有单一的个别的东西 大概都做成social object 这是目前主要的一个做法 然后可以感受一个空间 现在还有朋友要发问吗 没有的话我们就 再收一个slide 没有 OK 我们不知道slide上聊成怎么样 OK 好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可能没有办法每一个都念出来 我们就尽量快问快答 OK 嗯 第一个哈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我刚刚的那个比喻还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如果找到我们这个 大家觉得需要做的social innovation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就不是在跟其他国家竞争 我们现在在外交的过程里面 我们大概在做的事情 至少我自己在做的事情 大概都是实际去看所谓的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就是永续发展目标 那SDG它有个特点 就是说你在做任何这些题目的时候 它看的都不是竞争力 这些东西都是 就是等于是全世界要一起解决的东西 而且你解决的时候 你不能够以牺牲其他两个方向为代价 那所以在任何地方有contribution 它其实从世界的角度来看 它需要的并不是好像你在已有的维度里面 去跟别人竞争 省一些成本 多一些生产力 这些也许在SDG8还是很重要的 但是在其他的SDG里面 它在意的是说 你只能提出一些新的innovation 然后去结合现有的这些力量 然后来具体解决社会问题 解决社会问题越多 那越多人投入 当然它就越快解决 那所以你还是有一些良性的善意的竞争 可是最后的目的是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如果focus在这些题目 或像我自己的研究 大概都是focus在SDG17 SDG17就包含 宽品上网作为人权 包含网络的参与 包含所谓的这个Digital的禁用 包含数位服务等等的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它做的好处就是说 你不需要去跟别人竞争 这个竞争指标大概都是参考用的 而是说你有更多的contribution 那国际上就觉得你更是这个区域 或者对于这个全球有价值 就是说这个存在本身是有价值的 所以当我们把好比说说今年开始 我们把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永续发展目标 把数位治理 这些都写到我们的外交的就是方针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我们的机会就是说 我们会看到说 他会觉得台湾是有暖实力 就是温暖的暖 不是只是暖实力 而是说他真的能够去解决 人类社会一些共同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场合 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去分享贡献 至少因为我自己在联合国相关的 活动的经验 大家都会非常的welcome 而且如果谁要来干扰的话 是那个人丢脸 不是我们丢脸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的外交空间反而变得非常大 那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 我们focus的可能不是在单一 几件事情的竞争力 而是这种crossectoral的 一起去做社会创新的这个合作力 或者协作的这个能力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目前的这个机会 我觉得同样的道理 就是说台湾 should be the best at being in Taiwan 就是说所谓领先全球意思 我们找到整个社会都觉得说 技术要往这个方向发展 这个样的发展它能够切合台湾社会的需求 然后又像我刚才说的像我们空气品质 或者是这些Civic Tech的这些部分 当我们解决我们自己的社会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透过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 然后把这个模式扩散出去 解决全世界的社会问题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上个礼拜周末 在台中有一个叫做明日亚洲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Google一下 那就是把整个亚洲亚太地区 再用这种创新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朋友 甚至很多找到商业模式的朋友 所谓的社会企业都聚集到亚洲 然后一方面我们看到国际上怎么在看这些事情 二方面我们透过这个机会把我们的一些 透过英文的资料透过口译等等的方式 让整个亚洲朋友知道说 如果要投资台湾的话有某些东西 它不是只是收钱回去 而是可以把这个投资人的家乡的一些社会问题 都可以解决 那这件事情也是另外一个 我们跟这个全球进行connection的一个方法 人生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我目前现在做事的这种方法 其实不会遇到困难的 因为是纯粹的愿者上钩的一个情况 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不来找我 或者说你不觉得说我这套有用的话 那我就完全尊重你 所以因为我没有想要强迫谁做什么 所以大概就不会碰到挫折或者是困难 那所以这是目前实际的一个情况 人工智慧深度学习 会不会又是泡沫 这个要从两个层次来回答 因为我自己在2000年前后 已经是.com那个泡沫 已经完整地经历过 但是我会发现说那个泡沫其实是期待值的一个泡沫 就是说hype的那个曲线长这样 但是技术的曲线还是慢慢往上 那并不是因为.com泡沫就不去用internet 应该没有人是这个情况 所以从技术的角度来看 这个技术它只会越来越深入社会 那会泡沫的可能只有 就是想要投机的朋友们的这个期待 那因为我自己是不常做那种投机的东西 所以我会觉得说深度学习它 它会发展到这个技术的极限 当然是会 但是我们现在的状况是说 当它发展到极限之前 它在每一个不同的就是领域的应用 都还没有被explore到 我们才刚刚开始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 explore这件事情不会是泡沫 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说 人工智慧就可以取代掉整个政府 那那个期望本身 大概是会这个泡沫化了 那这个大家有一些自我对话 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 就是说这个言论 这个空间是一个recursive的空间 大家都可以对上面的东西进行讨论 那有24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觉得台湾可以怎么进步 其实同样的道理 就是说从我角度来看台湾 是一个地理 是一个实验场域 是一个400万年前 没有人类的时候就在 400万年以后 人类都去火星了还在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是说 我们当然是维护我们目前的 这个生态系的多样性 这个生态系包含生物本身的生态系 包含这些环境的生态系 也要包含我们目前在上面 各种不同文化的这个生态系 我们把这个生态系的多元互动 维护得越好 我们就给台湾越多的potential 那这些越多potential 自然就会有各种不同 各个不同方向进步 它不是单一的方向的进步 当然我们附近有很多政权 正在实验top down的 往单一方向进步 那也祝福他们 在特定的情况下 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创新 但是我们既然已经选了 另外一种社会的治理模型 那我们就在这个治理模型里面去探索 能够用这种治理模型 做出来的社会创新 然后在相似的治理模型里面去扩散 这是我觉得目前进步的这个方式 我台湾价值是什么 这个其实我们去联合国的时候 我之前都会秀这样子一张图 那就是所谓的Values of Taiwan的这张图 那我觉得大家要注意到这个是 这个是plural 就是说这个是多元的 就是说因为其实这一段是quote 蔡英文总统在就职里面说的一段话 他说的是说以前民主是两个价值中间的对决 但是他觉得未来民主就是多元价值中间的对话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关键的 就是在他就职演说里面 我自己非常在意这句话 就是说并不是说好像大家都要跟着某一个价值走 才叫台湾的价值 而是说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多元价值 而且越来越多元价值可以出现的地方 但是我们又在这些多元价值里面去发展一些 让大家互相倾听的这些方法技术 刚刚讲的这些空间营造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的创新 是照顾到更多元的价值的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meta value 就是是一个后设的一个价值 那这个价值是我自己就是很感兴趣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还有什么别的 OK 其他好像都还好 我们剩一分钟 OK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最有意愿沟通 到最后会沟通 中间有一段非常非常长的距离 那所以我目前的感觉就是说 事务官朋友们看到我们推出这些直接沟通 而且都没有翻桌 都没有爆炸的这些情况 大家都是很匿格 真的是很愿意学习 我在加入这届政府之前 我在上一届政府 就已经在公务员训练中心 电子训练研究中心 帮忙train了大概上千位公务员 那所以从那个角度来看 其实这个是一个跟政党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就是说公务体系为了公务服务的过程里面 只要有人愿意吸收掉风险 大家都很愿意学习怎么样沟通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 如果你发现它不能沟通的话 很可能它有波太好的空间 它有难言的苦衷等等 所以这件事情反而是说 我觉得说大家长期下来 开始跟公务体系有一些report 就是有一些感同身受的这些能力的时候 慢慢这件事情时间就会去证明 说整个公务体系是愿意去学习 怎么沟通的 但是我想我们没有办法 由上而下地去证明 所以我想互信是这样子 就是说人民当然不一定要先任政府 但是政府的我们这些公共服务员 要先相信人民 那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刚刚的那一大堆客责的那些公开 激进透明 都是在展现的时候 我们愿意相信大家 不会拿这些东西来做坏事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如果你觉得说真的诚意可感 愿意多相信一点 我们当然很高兴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即使大家都是保持非常批判的态度 至少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批判的东西 就是变成在厨房里面 也可以去烧的这些材料 就是让大家能够约进来 然后一起来做co-creation 所以每一次的这种邀请 每一次这种co-creation 大概就是目前证明的方法 有位朋友提醒我还有30秒 那目前时间好像是到了 那所以大概就是今天大概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谢谢唐峰 然后最后我们要一起做两件事 一件事是颁发我们教大家的一个简单的感谢状 给唐峰 然后另外一个请大家留步 我们最后要一起 大家口口也许一张照片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做两件事 然后我们先请我们的副校长 然后我们今天的那个 就是我们很简单的做一个创新的感谢状送给唐峰 蝉戏 答案 result 可以 有一个比例 有两个好汉的背影 是不是 不想跟他一起吃 我都不想吃 做了一碟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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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那我們請唐鳳到我們 大家兩邊的同學,我們往中間靠樓這樣 然後我們會,我們大家一起照張照片 然後我們會把照片放在粉絲團上面 大家可以在上面找到自己,那請大家往中間做這樣子